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子烈刚刚就任戴县长 之前也未曾在地方上待多久 想要驾驭局面本来就有些难度 这一点无论是下立行还是上权制都很清楚 之所以这般安排也是考虑有安德剑坐镇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至于你说沈子烈能不能把握好机会在南潭站稳脚跟 那就要考教你沈子烈自己的本事了 沈子烈和秦海基 曹刚 二人不睦也是在情理之中 哪一个党委政府里面都不可能如大家想象的那般精诚团结 从世界观 人生观的不尽一致 到阅历思维方式上的差别 都会让作为领导的每一个个体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 在下立行看来 安德剑目前的表现还算是中规中矩 沈子烈和秦海基 曹刚 二人之间的矛盾 也被他很好地控制在了一定幅度之内 并不会影响大局 那就相当不错了 沈子烈提出的招商引资和筹建开发区这两个项目 在下立行看来似乎有些偏激了 这边南潭县任代会尚未正式选举 你连县长这个位置都还没有坐稳呢 就要忙不迭地搞出两项政绩工程 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做法有些操之过急了 在这一点上 原本安德剑应该很好地控制节奏 缓一缓 但是没想到 安德剑却如此态度暧昧地放任了这一遭 这让下立行先前有些不解 但很快他就琢磨过来了 黎阳地区分家在即 这家伙想要借着这个机会 要为明年的新黎阳地区和冯州地区分家之后的格局做铺垫 这一项工作很有点政治风向标的味道 成了 当然离不开他这个县委书记的指导有功 不成那也是县府那边好高勿远 沈子烈危险受损 县委承担不了太多责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难谈政局才会有些将至的味道 夏立行也想观察一下沈子烈在当选县长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新举措 但没想到啊 沈子烈竟然在当选之前就要大动干戈了 苏彦卿在斟酌该怎么回答姨父的这句话 虽说陆伟民现在还根本入不了姨父的法眼 但是这第一印象却很重要 之前自己有意无意提起陆伟民 姨父都从未评价 便是刚才那话里也是有着很大考教的味道在其中 既然县里领导意见都不统一 那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去领南呢 陆伟民觉得 经济建设技术开发区或者工业开发区 都是大势所趋 尤其像南潭这样的农业大线 人口大线 又是工业空白线 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 发展工业势在必行 仅仅依靠向沿海发达地区输出劳动力 实际上是在为沿海地区做贡献 两相权衡 发展本地工业产业才是根本 才能进一步地提高本地老百姓的收入 壮大本地经济 即便现在有很多困难 但是也必须要去做 苏彦卿很小心地愁挫着言辞 既要把当时陆伟民的观点表达出来 又要照顾姨父的感官 他还说 眼下东欧和苏联的政局动荡不安 尤其是苏联局势的动荡 对国内冲击很大 很多人认为 要防止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攻击 要防止中国像东欧那些国家一样 一跃未知色变 防止像今日的苏联一样 动荡不安 甚至走向分裂 那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市场化和私有化 反对股份制改造和为私营企业松绑 强化计划经济体制 对外资进入也要严格设限 尤其是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从政治领域渗透到经济领域 苏彦卿的目光 略过自己衣服若有所思的面庞 略以沉吟才说的 陆卫民还说 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似是而非 甚至有些动听 实际上是指鹿为马 本末倒置 和我国国内的改革开放 也是形似而神不似 似是而非 赤鹿为马 行似而神不似 夏立行被自己这个外甥女的言语给震惊了 一阵悸动在心中滚大 她借助夹菜来掩饰内心中的震动 但是表面上却不露出一丝异样 一个大学生敢这样评论这种观点 在一年前恐怕也就要视为典型的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侵蚀的反动分子了 即便是现在这番话若是落到有心人的耳朵里 也足以让他在政府机关里面永世不得翻身呢 那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他说 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垮台 苏联之所以陷入混乱 并非是因为搞改革开放 而是因为他们改革开放的过晚了 改革开放的力度也不够 改革开放重形式 而非本质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要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 而不是搞噱头 拨眼球 中国也不是苏东 苏东之所以会陷入目前的困局 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行政体系官僚化 思维观念僵化 长期忽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东欧没有搞改革开放 也一样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轰然倒地 苏联搞了所谓的新思维改革 却无视国情 重表面而轻实际 苏共官僚机构缺乏活力 体制僵化 严重地缺乏执行力 即便是他们搞的表面文章 也同样无力真正推进 最终只能陷入危局 难以自拔 而中国共产党自拨乱反正以来 党的执行力依然保有 足以推动改革开放 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真真切切地改善人民生活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时期问题 才能赢得民心 真正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色 确保国内的长治久安 苏彦卿顿了顿之后 似乎犹豫了一下 又继继继继继续说道 他还说 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句话永远不过时 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 或者政权来说 都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共产党也不例外 俗彦卿也顾不得许多了 一口气把这次去陵南来回火车上 陆伟明给自己灌输的理论 一口气喝盘拖出 陆伟明这番理论 一度也让他陷入了混乱 他一直认为 自己的很多想法看法过于偏激 但是思维观点上 却保持着颇为自傲的独立 但是当自己这一行 和陆伟明做了几次思想观点上的交锋之后 他才发现 自己引以为傲的思路观点 竟然被对方戳得千疮百口 而自己几番深思之后 也不得不承认 对方的观点并非妄言狂语 今天他就是要借助 自己姨父的角度和头脑 来判断分析 陆伟明的这番论点的对谬 如果说前一番观点 还只是让夏立行感到新颖和触动的话 那么苏彦卿后面的几句话 真的可以说得上是诸心之言了 这番话 隐晦的意思就是说 共产党执政地位固然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但并非是与生俱来的 也并非江山就是永固一尘不变的 要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就必须要得民心顺民意 这很有点居安思危的味道 但在这个时代 听起来却是如此的刺耳 苏彦卿悄悄地瞅了一眼 深入沉思的衣服 他知道自己这番话的分量 即便是一副这样深沉睿智的角色 只怕一样也会被这番言语所触动 后半顿饭吃得有些安静 夏立行没有再说话 只是慢条斯理地吃完饭 然后挥到沙发上坐着 轻轻地坐着泡好的香茗 一言不发 苏彦卿也悄无声息地 坐到了斜对面的沙发上 他知道自己衣服的脾气 这样的表现就意味着 衣服相当看重这番话了 只有对他触动很深的东西 才能让他如此的深思 啊 眼青啊 你们这一趟去岭南收获如何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苏彦卿才听到衣服的声音 嗯 还行 有一个利用明侯投资源 加工果酱和果粉的项目 投资规模在岭南那边都不算什么 但是在这边可算得上是相当可观了 大概要投资四百万左右吧 和陆卫明的那个同学有些关系 大概是想搞一个香港独资的项目 其实也就是陆卫明那个同学的远房亲戚 大概五六十年代 从大陆偷渡到香港那边去了 现在摇身一变就变成港商了 苏彦卿抿着嘴笑了起来 大概是想起了当时那个所谓港商 带着粤鱼味道的普通话 还有一个项目 规模比较大 但是现在还没有多大把握 估计要等到投资商来过实地考察之后 才可能说得上后续的事宜 哦 那也就是说 你们这一趟还是大有收获呀 夏立行眉毛轻轻一扬 嗯算是吧 陆卫明在领南读大学的时候 暑假不是搞社会调查 就是去企业实习 对这方面很有些门道 一口粤语说得也挺流利的 把南潭这边吹得是天花乱坠 我还担心那些人过来 会露馅怎么办呢 俗远青摇摇头 可陆卫明说 港商过来看重的东西不是别的 就是原料和三免两减半的税收政策 只要基础设施能勉强过得去 其他的问题都不大 我觉得他倒是信心十足 这么说 这个陆卫明还真有点真才实料啊 夏里行 卫明并不知晓 自己已经在有意无意间被纳入了某些人的法眼 此刻的他却在按照他自己的思路 不动声色地奋斗着 郭叔 我再敬您一杯 陆卫明站起身来 双手捧背 望着对面宽额厚唇的中年男子 微笑着道 郭叔的那篇国营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探索和思考 我在经济日报上看到了 听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 但是我觉得写得挺好 符合改革开放的方向 大民啊 你是在夸我 还是故意损我呀 郭征微微一愣 随即笑了起来 若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旁边笑而不语的真净才 就这篇文章 啊 我都快成名人了 骂我的 批评的 讽刺的 连篇雷毒 层出不穷啊 啊 你还给我来一句符合改革开放的方向 真要那样 我至于现在这样吗 郭叔啊 都说风物常义放眼亮 既然都说了是探索和思考 就肯定有不一样的观点吗 新生物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是不是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 我觉得可以用时间来检验对错吗 陆伟民举起酒杯 一眼而见 面不改色道 难道说 固步自封 不思变革 就能让企业回到以前的辉煌时代去吗 社会在发展进步 计划经济体制在逐步的被打破 市场经济体制会逐步的占据主导地位 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啊 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集体企业 乡镇企业或者是私营企业 都要接受这个现实啊 也许对陆伟民的语出惊人已经有些习惯了 真净才只是目光一动 却不多言 拿起酒替郭征珍满酒 再把酒瓶递给陆伟民 倒是郭征被陆伟民这一番话 震得不清 计划经济体制 代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 占据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这一提法 前几天还在人民日报和长江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 并且严厉的批评了经济界中 一些关于市场经济体系将会逐渐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的观点 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言之凿凿的说这是历史潮流 不可逆 不过郭征倒是对他这个观点十分的赞许 自己在经济日报上的那篇文章固然引起了很多批评 但也赢得了不少称赞 尤其是据说中央某位分管经济的高层 对自己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尤为欣赏 这也让郭征颇感自豪和欣慰 真有点意思 郭征饶有兴致的看了对方一眼 大明娜 我上次听老珍说起你和他探讨过现代企业制度和推进企业股份制度改造这两个观点 我觉得很有心意 说实话 我那篇东西也是受到了你这个观点的启发呀 不过老珍说你说对大飞机计划的观点更有创意 啊 能跟我说说吗 陆卫民没想到 真净才和郭征的关系密切到了如此的地步 在他的意想当中 真净才和郭征的关系虽然不错 但更多是处于一种合作战略上的相互支持 现在看来 似乎自己还是有些小看了要求无偿的权力争斗啊 梁广达和陈发忠的联手 看来对郭征真净才联盟构成了很大压力 而郭明良似乎也很想撇清关系 保持中立 郭明良这个家伙 似乎一直都很喜欢用这种平衡的手段来驾驭场里面的局势 也许是上一次 真净才虎口脱险 让梁广达和陈中发感到了压力 才会联系更紧密 这也使得郭征和真净才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郭叔啊 其实这也没啥新鲜的 大型运输机对于一个国家 尤其是一个大国来说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国家原本的运石计划很有前途 但是却不幸夭着 MD-82取代了运石 我们不好评论 这终究是美国人的阴谋 还是我们自己的短见 但是可以肯定的说 从去年风波起后 欧美对于我国这种大型运输机制造技术的封锁 只会越来越严 而且即便是没有那场风波 欧美也绝对不会把他们在这方面的先进技术 转让给我们 在这涉及到国家战略安城的层面上 妄想通过技术转让来获得 无意是痴人说梦啊 陆伟民面无表情 和他的年龄似乎有些不相衬 声音也有些低沉 大型运输机的研发 对于一个国家的航空发动机技术 材料科学 以及配套系统产业的推动作用 是难以想象的 而大型运输机 不但具有军事战略意义 同样也有商业上的巨大潜力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对于商用大型飞机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 实现大型运输机国产化 将会是我们永远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这道难题我们做也在做 不做也在做 早做比晚做要好得多呀 这一点上 郭叔 我相信您的认识比我深刻的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深深地看了陆维敏一眼 当真竟才向他提及大飞机计划的前景意义时 他也只是略略地有些惊讶 并没有太在意 但是当真竟才紧接着又从国际国内的形势上 以及今后的经济发展走势上 论证了一番大飞机项目的特殊性和必要性时 郭征就有些刮目相看了 在他印象中 真竟才并不擅长于战略规划这方面 而是精于具体实物 能提出这样鲜明的观点 能有这样的依据作为支撑 甚至还提到了一系列的促成策略 这就不能不让郭征有点无下阿蒙的感觉了 一直到真竟才告诉他 这是陆为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时 郭征还认为是真竟才想要为他这个准女婿脸上涂脂抹粉 来说服自己去郭明梁那里做工作呢 真竟才抵挡住了陈发中蓄力已久的突然发难 已经让郭征颇感意外了 在他看来被中纪委盯上也就意味着仕途的终结 他甚至也知道中纪委为什么会盯上真竟才 这原本轮不到中纪委过问的厅级干部 肯定他是有更深的目的 不过真竟才竟然扛得过这必杀一击 让郭征意识到真竟才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简单 而陆为民在其中上蹿下跳 起到的作用也让人颇具完尾 所以你就给你真书建议 厂里面应该主动出击去争取大飞机项目的复工 郭征唯唯一笑 你真书还说你建议要发动民间各方力量 和科技界人士来促成这个项目的复工呢 为民呐 这种手法你是从哪里想出来的呀 如果是放在另一个时代 这有点阳谋阴谋的味道在里面呢 要知道 咱们要求无偿 可是国有的大型骨干企业呀 一切决策都要服从于国家的需要 这种手法算不算是逼宫啊 郭叔 虽然要求无偿是国有大型骨干企业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 一步一趋呀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是 只要是正常企业 就必须要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 至于你说如何来引导市场经济与企业发展的步调一致 方法多种多样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美国那些个带有军工背景的企业巨头 鲁伯英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洛斯普罗格鲁曼公司 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巨无霸企业呢 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 如果没有代表这些公司利益的国会议员们的游说 来获得政策扶持 他们能做到今天这种地步吗 我们195厂虽然是国有大型骨干企业 但并不代表着195厂就没有自己的目标取向 尤其是在我们认为 我们的价值目标和国家的政策发展方向相同时 我们更应该理直气壮 大张旗鼓的去宣传和游说 如果说游说这个词有些不好听 那么也可以说是介绍说服 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陆卫民提出来的说法让郭征眼前也是一亮 这个年轻人很不简单啊 这样新鲜的观点和思路 自己连听都没听过 见郭征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陆卫民当然要趁热打铁 郭叔 你都知道了 大飞机项目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工业 或者说科技项目 而是一个涉及到国家的政治 军事 经济 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工程 可以说其政治意义 军事意义 经济意义 三者哪一方面都足以使我们无法放弃 越是到后来 我们就会越意识到 大飞机工程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 这一点我相信各界有识之士都应该能够看到 至于说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目的 我觉得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逼宫不逼宫的 我们只要是一心为公 想必上面也看得清楚 陆伟明看了一眼郭正 这个要求无偿的党委副书记 见识不凡 即便是在前世中 也是一个颇有座位的人物 比起精明的真净才来 多了几分担当和魄力 从安都市委副书记的位置 又杀了个回马枪 重新回到陷入困境的黎明飞机工业集团 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正好遇到了国家重新审视 和调整商用大飞机战略策略 黎明飞机工业集团 马上就扛起了中国大飞机工程的复兴重任 从商用运输机到中大型运输机 黎明飞机工业集团在21世纪 承担起了国人的厚望 而现在自己能不能用前世的记忆和经验 来促成这一姗姗来迟的动作提前启动呢 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陆卫明想要试一试 凭借自己个人力量当然不可能 但是用蝴蝶翅膀的力量 去煽动一个微妙空间的气流变化 让这个气流变化来引发不断的连锁反应 来推动这一历史巨轮的转动 国征和真净才交换了一下眼色 这家伙能说出这番话 真的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 换了一个在幻海中沉浮多年的角色 说出这番话似乎还让人觉得着调 可是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家伙也敢这样说 就真是有点让人欢喜让人忧啊 不管怎么说 这个家伙还是给自己带来了一些意外惊喜 挽着陆卫明的手走在金星路上 少女还沉浸在昨夜晚宴带来的兴奋之中 男友能够得到郭叔叔的如此赞誉 让他心中不禁有些骄傲 郭叔的眼光非比寻常啊 而且有传言说他会接替郭明良出任厂党委书记 那郭叔叔摇身一变就会成为195厂的第一人 如果大民能够得到郭叔的亲昧 那么调回常理之后就会如鱼得水 清云之上了 陆卫明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身旁女孩的喜悦和兴奋 他还在思索着饭后郭正和自己的谈话 大飞机项目对于195厂来说是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背后也充满了许多麻烦和困难 运石项目是以互动空军飞机修理厂作为研究主体起步 由于研制力量严重不足 不得不从各个部门抽掉技术力量 而正出多头也使得研究过程当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现在运石已经停止研究实验六年之久了 波音独霸了民航飞机市场 垄断地位遭到了来自欧盟空客公司的强劲挑战 但是波音和空客的对决 也使得民航飞机市场的竞争变得异常残酷 国内民航飞机市场几乎毫无例外的被波音和空客两家垄断 中国大飞机项目能否经得起市场经济的检验 在很多人心中都不被看好 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呼吁中国重启大飞机计划 与迈道的合作在经历了去年的风波后 欧美对中国进行制裁封锁之后 又蒙上了一层隆重的阴影 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态度逐渐明朗 也使得高层意识到 即希望于和西方合作获得高端技术 无疑是原目求鱼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观点再度抬头 郭征的见地要比陆伟民想象的更深远 陆伟民提出的从军事意义和市场分析上的判断 得到了他的认同 到后来陆伟民也能感觉得到 郭征最后几句话已经有点像要招揽自己回到场里的意思了 这让两世为人的他也禁不住内心心虚的波动 看样子历史已经开始有些转变了 或许郭征真的能提前几年出场195场 如果是那样 自己回195场也不失是一个好选项 二是为人 总要做出一些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 如果能够为大飞机项目出一把力 尽一份心 那也不枉此糟了 大敏娜 我看郭叔叔看你的目光都不一样了 如果不是郭叔叔只有两个儿子 我都要怀疑他是不是要有其他的想法了 少女脸上浮起了得意的表情 瞎说啥呢 陆伟民瞥了一眼满脸欢喜兴奋的少女 心里又有些飘忽了 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 有些事情却没有改变 那自己宣判的事情呢 郭叔不过就是和我的一些观点有些相似 有点共同语言罢了 哼 哪有那么简单呢 郭叔看人比我爸还挑呢 他能和你说那么久的话 那就说明他对你很看好 珍妮并不同意自己男友的观点 他在常理宣传部 自然清楚郭征在常理的影响力 即便是梁广达 在不少事情上也要征求郭征的意见 不过郭征也很讲原则 一般不会在超过他分管工作的范围之外 发表意见 男友显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不过珍妮还是很喜欢 自己男友的这份淡定低调 金星路是常理生活区最繁华的一条路 虽然已经是12月了 八点过的街道上依旧是人来人往 不过从穿着上就大概能知晓 这里绝大多数的都是要求无偿的职工们 临街的筒子楼窗户那一面被住户们打开 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个小门面 开个杂货店或者饮食店 哪怕自己不做 一个月也能赚个百八十块钱的房租钱 扯上一根电线 摆上两个炉子 一个小吃摊也就像模像样了 下了一般的工人 大多都会选择在这一段来两杯天天肚子 甚至不少街上跑出租的司机也喜欢来这里吃一顿 到了晚上12点 这里就更见热闹了 才吃了饭 又要去吃啊 陆卫民真有些无语了 珍妮还是那种未长大的女孩子心性 烤红薯的香气萦绕在空气中 斗得人食指大动 不过陆卫民并不太喜欢这种甜腻的东西 他更喜欢多年以后的天残土豆 以及自然烤面筋 怎么人家喜欢吃吗 少女的撒娇对于男孩子来说 无疑是无法抵御的武器 即便是陆卫民 在见到珍妮因为寒冷而飞红的面颊上 流露出那种交叠魅气的姿态之后 也毫无例外的败退了 用黄泥和瓦钢做成烤炉 散发出无尽的热力 看着那焦黄香嫩的烤红薯新鲜出炉 几乎是一边捧着一边吹着 剥去外面的红薯皮 金黄的红薯散发出无穷的香气 连陆卫民也不禁有了一点食欲 看着男友脸上的那种表情 珍妮得意的一笑 小心地揪下一块 塞进陆卫民嘴里 哎嘴硬 你还不想吃呢 白皙细腻的手指 在自己嘴唇上一抹 陆卫民下意识地 舔了一下对方的手指 心中却是熊熊燃烧啊 低声说道 我更想吃泥 被陆卫民这一句话 弄得面颊火红 美眸中柔情欲低 少女飞快地扫了一眼 人来人往的四周 娇腻无比的魅意 几乎要渗到骨子里去了 撅起烟红的鹰唇 鹰宁逆声道 四象 两个字几乎要击破 陆卫民内心的心理防线 尤其是想起纯黑色的毛绒山下 那件风腻如羊指玉般的铜体 陆卫民恨不得马上就抱起对方 欢爱个够 亲亲我我的恋人往往难以注意到周围 陆卫民看到迎面而来的三个戴着风雪帽和围巾的人时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 让开 猛地一把推开惊慌失措的珍妮 凶猛的一棍狠狠地打击在陆卫民的肩头上 饶氏已经躲过了正面的锋芒 剧透依然让陆卫民险些叫出声来 如果不是身上厚实的棉袄 即便是侧面这一击 也足以让自己这只手抬不起来了 陆卫民挺身而进 这个时候半点退让人手都会让自己的下场惨不忍动 手中撤出的水果刀 已经毫不留情地狠狠地扎了出去 猝不及防之下 那个手持木棍的家伙瞬间惨毫了起来 这一次枝头衣物 饶氏他羽绒服不薄 一样也是一次就穿呢 他那只左胳膊恐怕真的要耗一段时间休养了 避开那铁板手狠狠的一击 陆卫民很想一刀刺入对方的胸腹 可那很可能会惹出人命案啊 即便是正当防卫 只怕也要卷起一场大风波呀 至少目前他还不想招惹这些事情 所以只能是小刀一拼 硬生生地割到了对方的净动脉处 够了 不要逼我 倒抽着凉气 刺牙咧嘴 嚎叫不已的男子 和另外一个正欲扑上来的家伙 都是吓得一愣 陆卫民这才感觉到自己左胳膊几乎要抬不起来了 几乎是在牙缝里面挤出了几个字 告诉叫你们来的人 不要欺人太甚 兔子急了也咬人 我不是兔子 真想要替他一家人招货 那就不妨再来试试 用小刀轻轻地在对方脖颈上划出了一道血痕 陆卫民一仰手将对方推了出去 然后狠狠地一脚踹在对方的小腹上 对方一个猎切摔倒在地 半嗓没爬起来 这三人都不是什么鲸鱼打斗的好手 一看就知道是街面上私混的小混混 陆卫民不用猜也知道是谁知识来的 也不知道跟了自己多长时间 才会选择这样一个机会 三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似乎也有些拿不准该怎么办 陆卫民不动声色地 把手中的水果刀刷了一个花式 脸色变得更加阴冷 吕声道 快滚 这三人才心有不甘地狠狠瞪了陆卫民一眼 嘀咕了两句 慢吞吞地退去 直到三人的身影消失 陆卫民这才刺牙咧嘴地 舞动了一下自己左边胳膊 已经有些抬不起来了 扑到身判的真妮面色惨白 更是连连问陆卫民有没有事 拉着陆卫民赶紧要去报警 算了 求你 报警也没啥意思 这三个人都是受人指使而来 而且把脸头都包得严严失去 我们都不认识 报了警有啥用啊 陆卫民淡淡一笑 揽着真妮的手 轻哼了一声 相信过了这一次 他们也不敢再来了 何况我在长州待的时间也不长 他们就算有这份心 也没这个机会了 可是以后你如果回来 再碰到他们 真妮几乎要哭出声了 眼眸里面全是泪水浸染 你知道是谁 对不对 陆卫民爱连地拍了拍真妮的脸蛋 让对方明白 我知道是谁指使的就行了 这家伙也是色迷心窍了 我会想办法让他知道 没有下一次了 走吧 真妮也隐约猜测出来 是谁干的了 陆卫民在厂里没啥瞅人 就在生活区边上出这种事情 时间地点都选得这样好 大民又很少回来 这么准确的找上来 肯定就是刚才吃红薯的时候 被人吊上的 说明对方多半就是厂里人 那除了姚萍那个家伙 还能有谁呢 他纠缠过自己几次 自己没有给他好脸色看 这段时间他就没有再来 不过真妮也知道 对方一直对自己念念不忘 也只有对方才能出 这样龌龊的手段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疆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啪的一声 姚萍只觉得自己耳机疯的一下 这一记耳光几乎把鼻血给抽出来了 哥 你干啥呀 摸着脸的姚萍怒火中烧 如果眼前不是自己二哥 甭管对方是谁 他都要和对方拼了 诺恩 你干什么 坐在沙发上的姚志斌 也是皱着眉头 姚萍虽然有些鲁莽 但是事情已经出了 而且也没有留下多少后遗症 截取教训 日后不再犯就是了 哪知道二儿子如此大发雷霆 干什么 我不答醒你 免得你还长不大 还以为自己是十多岁的小孩子呀 气得暴怒如雄狮一般 姚萍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姚萍 你多大了 嗯 二十三了 成年人了 你是啥身份啊 一九无常常奔奔秘书 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 啊 居然敢找人去做这种事情 你是想害死我们一家 还是怎么的 我 我 我怎么了我 我就是看不惯那家伙 想教训他一下 他们也都没有暴露身份 有啥大不了的 一个乡巴佬 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啊 太阳穴秃突猛跳的姚萍 吭声道 我就是要收拾他 看看他还敢不敢修正 我自己又没出面 他能咋样啊 二叔那帮人是干啥的 我告诉你 一帮小混混 垃圾 他们能干啥啊 会干啥呀 下手没轻没重 出了事咋办 陆维民现在不是城里的普通工人啊 也不是社会的代业青年 他是政府干部 别管他是哪儿的干部 出了事情 而且就是在城里的生活区出了事情 你以为真景才是傻子 他不会回忆到你 你以为跟着二叔混的那帮人 就是铁打金刚 还是像扎子洞 白宫馆里的烈士一样 会守口如瓶啊 做事之前 多用用你的脑子想一想 姚安恨不得一脚 把眼前这个 自己不争气的弟弟给踹出去 他怎么也没想到 姚平会做出这种 在他看来 简直是无比低能的事情 真要是出了事情 那不是纯粹等着被公安来抓人吗 就算陆维民不认识那些人 公安稍加调查 就能把这些人的情况摸出来 真要是出了人命案 别说派出所了 就算是公安局 也一样没人保你啊 陆光宗是全国劳动模范的 五一奖章获得者 还有真景才和郭征 在一旁虎视担担 正说找不到茶子的 这简直就是 关键时刻送子弹啊 陆维民如果出了事 我保证 真景才和郭征 就要跳起八丈高 瓦地三池也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二十四小时之内 那几个家伙就会被公安局抓起来 明天晚上 你就得和他们一样蹲大鱼 姚志斌看了一脸沉吟 一语不发的大儿子姚放一眼 也知道二儿子怒火的原因了 厂里正在考察大儿子 厂团委书记据说马上就要调到市里去了 开了年可能就要走 这个位置一直是姚放在规觎的 现在已经开始积极活动了 一旦空出来 对于姚放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这个时候稍有差池 可能就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姚平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做事情怎么还这么没情没重啊 姚志斌吸了一口烟 沉声道 这件事情还算好啊 没出啥大事 不过陆伟民的确不是善于之辈啊 这种情况下还能说出这番话 不简单啊 咱们得防着点啊 姚平啊 漂亮女人哪里找不到啊 真精彩的姑娘 就算是长得再漂亮又能咋地啊 你还怕找不到一个比她更漂亮的女人啊 啊 姜天为一个女人神魂颠倒 你不嫌丢人啊 姚安拼了一眼一直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吸着烟的大哥 又瞪了一眼阴沉着脸的弟弟 稍稍缓和了一下雨季 从今以后不准再去找真一 爸 你给二叔爷打个招呼 让他离那些混子远一点 别整天跟那些混子玩在一起 哎呀 真有一天 这些人也会给他脱下水的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看见两个哥哥 脸色都阴沉如水 姚平也知道 今天这事情自己有些太鲁莽了 尤其是大哥正处在这个接轨眼上 管不着 你给我试试 姚放终于插眼了 目光阴虐 这么大的人了 不长脑子 若是陆卫民真有个三长两短 你想让爸白发人送黑发人 想让我们姚家身败名裂吗 真要有杀父夺妻之憾 你就没听过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吗 你有本事让那女孩子 心甘情愿哭着跪着要跟你 那我觉得你姚平是个人物 你用这种手段 我只能说你姚平不配姓姚 姚平最怕自己这个大哥 听到他这一番话不敢再回嘴 但是脸面又放不下来 气冲冲的摔门而出 爸 姚安说的有道理啊 我们姚家在要求无偿的身份不一样啊 很多人都想看着我们姚家倒霉 姚安在经济技术开发区 好不容易刚刚提罚到领导杠位上 咱们家人都应该注意点 姚平太不生气了 你和妈也要经常敲打敲打他 别让他再惹出大事来了 姚安啊 你二叔的生意你也不是不知道 免不了要和那些家伙打交道吗 只能让你二叔 你和那些人搅得太紧了 姚志斌也知道 自己弟弟和那些人搅得太紧是一个麻烦 只不过现在却是没法 只能说别沾染太深就行了 姚平那里我会看到解一些 爸 二叔有些生意最好还是别去沾染了 他钱挣的也不少了 别以为啥都能神不知鬼不觉 能够找个正经八百的赚钱路子 改行最好 这年头只要有资金有门道 啥不能赚钱呢 姚安轻哼了一声 脸色也不太好看 厂里不少人都在戳你和二叔的脊梁骨啊 别让别人抓住把柄啊 大哥这个时候正是关键时刻 弄出点事情来 可能会耽误大哥一辈子呀 行了 我会让你二叔小心点的 姚芳啊 你弟弟不懂事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姚志斌听到这件事也有些反 原本以为真静才会被一棒子打倒翻不了身 呼声最高的自己自然可以顺理成章的接任 没想到真静才居然屁事没有 而且还越做越稳当 这样姚志斌也是郁郁不已 只是这种事情只能隐忍待机 不知道这种机会一旦失去了还有没有了 肖进风太阳雪突突猛跳 阴寒的目光如刀子一般 双拳握紧又伸开 伸开又握紧 陆卫民欲习一事 让他怒火中烧 如果不是在告诉他之前 陆卫民就专门给他打了预防针 要他保持冷静 他恨不能立马就去找姚平 现在他可不怕姚家的人 人一根 求一条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就在姚平身边经常有人围着 他一样有办法收拾对方 陆卫民知道 这是对方极度愤怒之下 控制情绪的方式 拍了拍姚平的肩膀 没事 没啥大不了的 姚平这家伙 也就只有这两刷子本事 韦民呢 我觉得这事 绝对不能这样聊了 否则这个王八蛋 还会得寸进尺啊 弄不好 还会牵连到珍妮啊 肖进风的语气 有些肃杀 你平时又不在这边 万一有个啥事 后悔都来不及呀 陆卫民听得肖进风提起珍妮 心中微微一震 扬起头来又想了一下 你那边进展怎样啊 哦 还行 按照你之前说的 把整个情况摸清楚了 还要一段时间 我感觉姚至善 现在也是越来越谨慎了 基本上不在那个经营部露面了 而且他下面的几个人 也是行击诡秘 我们守了许多次 都没有能够摸到他们的规律 最主要还是他们现在频率大大降低了 所以也不好弄啊 肖进风吸了一口气 听说城里团委副书记 翻了年就要调去市里了 姚芳定上这个位置了 姚志斌也是怕姚志善 这个时候弄点啥披露出来 影响到他儿子的大事 所以才让姚志善 哦 姚芳想当厂团委副书记 陆卫民吃了已经 这个姚芳还真的有些本事 和自己大哥陆雍军是同学 比自己大六岁 没想到进场也没过几年时间 居然就要去驳厂团委副书记的位置 这可是实打实的正处级干部啊 啊 厂里人都这么说 要说姚萍和他哥比 简直就不像是一个爹娘弄出来的 姚芳在厂里可真是有些本事啊 而且又听说找了个市里面的当官的闺女 这姚家人在歪门邪道上的心思 都不是一般化的灵巧啊 只要有点味道就能修着追过去 萧进峰现在悠闲 搞点生意 整日在外面私混 接触的人也是三脚九流 各方面信息来源也够多 陆卫民知道 姚芳好像后来的确是找了一个 昌州市领导的女儿 但是记忆中 那位领导退下去几年之后 姚芳就离了婚 究竟是什么原因离婚 他不清楚 但是姚芳之后 在仕途上依旧是十分顺利 记忆中 姚芳好像没能博上 厂团委副书记这个位置 而是几年之后 调到了团省委 当时 自己已经给孙震当上秘书了 但是调到团省委之后的姚芳 仕途显得更加光明 应该是脱了昌州那位市领导的福 很快 姚芳就从团省委调到了昌州市团委 担任副书记 正式晋升初级干部 再后来姚芳到昌州市下某个区担任组织部长 副书记 一路走来 最后到了省委组织部 可谓是一帆风顺 一直到黎明机械集团出事 整个班子被一锅端 他二叔姚智善 因为牵扯行贿和偷漏税被判刑 而他父亲姚志斌 也出人意料的被党纪政绩处理之后 并未追究刑事责任 这在当时也颇为蹊跷 而他也只是短短沉寂了几年 后来又重新爬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个姚芳还是有些本事的 至少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天赋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自己在担任无邮区常务副区长时 他已经是昌江省委组织部的资深副部长了 称得上是大权在握 没少给自己上区长位置时制造账来 陆伟明后来才知道 姚芳的第二位妻子 是昌江省纪委的一位副书记的女儿 而姚志斌之所以能逃脱牢狱之灾 而只是受了党纪政绩处分 为常不适 这位省纪委副书记 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难怪姚萍这样嚣张 姚志斌亦是得意洋洋 陆伟明想了一下 又道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小不仁则乱大谋 姚芳姚安两兄弟 都是聪明无比之人 我会找人带话给他们 他们知道收敛 这边你帮我盯紧一点 要抓紧时间 摸清楚他们的勾当规律 争取再拿到姚志斌的真凭实据 不做就不做 要做就把姚志斌弄到监狱里 去蹲他十年八年才够味道 要让姚家好好记住这一刻 陆伟明言语里面充满了狠虐气息 萧进风却是无比欢喜 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呃 这段时间没啥事儿 我又去了岭南那边一趟 高等了一些东西回来卖 大明娜 你那个同学很够意思 帮我指了不少路子 这段时间又转了不少 连吴剑都眼红了 想要出来跟我一块儿看 哦 前段时间 陆伟明和黄绍成电话联系时 黄绍成隐约的提了一下 说萧进风又去了岭南一趟 但没说具体事情 陆伟明也没太在意 本说要问问萧进风的 事情一多就忘了 今儿萧进风自己一说 陆伟明才想起 哦 倒腾啥东西了 走私货呀 啥都有 放心 伟明呐 我是不会去干那些 违法乱纪高风险的事情的 中英街那边 东西很便宜 现在岭南那边 搞这个的多了去了 我们长江这面 去那边搞这个的也不少 算一算 弄回来一趟能赚不少呢 我倒是想倒腾几辆汽车回来 可是没那本钱呢 而且风险也太大了 所以就只能弄了一些 电子表一类的东西 不过长州这边 巡护台开通了 你那同学帮我联系了一家 能够搞到传呼机的 这边只要在电信局拉上关系 就能上户 我估摸着能赚不少呢 小进风乐呵呵道 脸上流露出颇为 自豪和向往的表情 卢卫民叹了一口气 看来 肖进风很喜欢这种生活 他倒真不好意思 打击对方的积极性 这种小打小闹的玩意儿 在自己这个过来人心目中 当然算不上什么 但是 对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说 的确是足以引人眼红的了 而且 也的确有很多人 从这种倒腾活气中 赚取了第一桶金 进风啊 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我知道 吴剑跟你关系铁 他要跟你干 你也不好推 免得别人说你 挣了钱忘了兄弟朋友 不过 吴剑脑子可没那么好用啊 脾气又暴躁 你得招呼着点 别出事 啊 陆维民也不多说什么 个人有个人的生活 萧进风 陆维民会帮他 现在没有机会 并不代表日后没有机会 但我们俩说的事 你可要盯紧了 放心 吴剑跟着我出不了啥事 这边会也有人 现在有钱好办事啊 比起原先 真是要方便很多呀 萧进风听得陆维民这般一说 心里顿时一松 他就怕陆维民说他不务正业 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和陆维民这么多年的铁杆兄弟 亲密虽然丝毫未减 但是敬畏之心越来越重 你知道就好 啥事都要有轻重分寸 陆维民点了点头 沉吟一阵之后才又道 你这倒腾一些也算是一个门路 就算是练练手吧 日后再有其他门道 也算是有了一番精力 从必什么都没有好 一直到回到南坦 陆维民都在琢磨着 也许自己真应该在长州弄套房子了 没房子也就相当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无论是自己家里还是珍妮家中都有些不太方便 如果是夏天也许还会好一点 这大冬天的寒风淋冽冷意逼人 走在大街上为时不是一个滋味 若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 那该多好啊 可是按照现有的政策 自己若是调不回厂里 那么便永远无法分到一套房子 除非自己买私房或者租房 距离住房制度改革还有七八年时间 这七八年里私有住房建设发展很慢 即便是在长州这样的大都市也是如此 连续几波的政策变化 也使得住房私有化停止不前 不过现在似乎还想不到那么远 白在自己面前的问题还很多 每一件事情都足以改变 很多人的命运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疆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有多大把握 坐在沙发上的神子烈 眼中仿佛跳跃着一抹火焰 直视着陆伟民的眼睛 不太好说 果酱和果粉项目成功几率比较大 我接触过投资方 香港人实际上就是保安那边 偷渡过去的大陆人 现在在香港从事食品贸易的流通商 有转口销售的渠道 我觉得现在国内政策 对外资相当优厚 加上他和我的那个同学 有些亲戚关系 所以才有这意思 投资规模200到300万 他好像联系了两套意大利的二手加工设备 原先是打算将工厂设在岭南那边 但是觉得原材料和运输费用太高了 所以一直没有敲定 我那个同学知晓了我们这边的情况之后 就把这个项目介绍给了我 陆伟民对于没有绝对把握的事情 从来都保留几分态度 尤其是在眼下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都等着看沈子烈的笑话 自己就更需要谨慎了 哎呀 两三百万的投资 在我们这边也算是很可观了 我们县里至今还没有超过 一百万以上的投资项目来落户呢 如果这个项目能够敲定 也算是我们难谈招商引资打响的第一炮啊 维米娜 这件事情你务必要落实下来 港资企业能够落户我们难谈 也证明了我们难谈招商引资环境的改善啊 证明了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 其政治意义也不同凡响啊 沈子烈深吸了一口气 相当兴奋 陆伟民思索了一下这才又到 县长啊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县里的基础设施太过落后了 这个工业开发区规划也只停留在纸面上 我的想法是如果这个项目真的能够敲定 我们可以借此契机推动开发区的建设 真正把开发区建立起来 这样就可以依托开发区建设更进一步 沈子烈站起身来 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 他已经明白了陆伟民的想法 开发区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不能再拖下去了 而这一次的招商引资也算是一个引火线 就是为了让开发区建设规划光明正大的推出来 同时让这些项目进入开发区相得益彰 只不过这是一柄双刃剑 其杀伤力甚至有可能反噬自己 抵御和平演变 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这两个调子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拔得很高啊 但是落实在地方的具体事务中 这些调子就低了下来 尤其是在经济工作中 虽然有人不断利用这一点发起攻击 但是舆论上的风风雨雨 难以对实质性的工作产生太大影响 更何况陆伟民在这方面把关很严格 伟民啊我考虑了一下 也许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我打算就这件事情和安书记商量一下 尽快推动开发区建设工程 不过我觉得你们可能还要对开发区筹建工作 提出更详尽更周密的计划来 只有那样才能真正的说服大多数人赞同这一点 陆伟民终于下了决心 县长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一级的基层 不必过多的考虑上层的考量 从中央到省委 再到市县这一级 政策也好 精神也好 贯彻落实下来还有一个过程 我们只需要明白我们所做的 并非什么大逆不道就行了 事实上在98年之前我国各地也正准备推进这些 只不过那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影响了我们发展进程 但是您可能也知道 直到现在中央依旧还是强调要坚定不移的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二大十三大以来确定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信号 陆卫民知道包括沈子烈和安德剑在内的这些人的担心 作为在体制内打拼的人 你让他忽略高层风向的走势的确不可能 所以他也很注意收集来自高层方面的态度 前些天曹朗在电话里隐约提到杨家的老爷子 曾经明确的提出过改革开放的方向不会改变 十二大十三大以来经济方面的各项方针原则没有问题 这一点让陆卫民敏感地意识到这种表态肯定会有一些新闻媒体通过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于是他在人民日报 求是 半月谈等报刊杂志上寻找有关方面的东西 终于让他发现了一些端倪 你看这是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 刊登了总书记在广西考察和在岭南深圳参加深圳特区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如出一辙呀 连字句都没有改变 连续两次谈及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二大十三大以来重大的方针政策不变的观点 这很罕见的 我觉得足以说明中央的态度在逐渐的明朗化 神子烈脸上浮现了一抹惊异 虽然早就知道自己这个昔日的秘书对于政治风向的敏感 但是像这样从报刊杂志的字里行间里去寻找迹象的情况 却不多见了 他借过陆维民递过来的人民日报细细品读 作为省委宣传部出来的角色 神子烈当然清楚 人民日报发出来的声音代表着什么 不能说人民日报的观点态度就绝对准确 但是正如陆维民所说的 总书记在广西和深圳两度原封不动的 用同样的言辞来强调 要继续贯彻落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二大十三大以来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 这就是一个信号啊 相当强烈的信号 这隐匿在总书记的其他话语中显得不太注目 但是陆维民却能从中补出到不寻常的味道 很好 维民啊 难得你有这样的观察力和嗅觉啊 我看我们县里的干部就缺乏这种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的精神 平时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吹牛 报纸摆在面前都懒得看 下几层剧 本不能提笔 无不能扛将 满嘴放炮 冒黄将 这样的干部怎么能胜任新形势下的工作呢 看完文章之后 沈子烈颇有感慨的道 武师囚禁的作风 在很多机关部门里都变成一种形式主义了 县长 我还有一些想法 陆维民沉吟了一下道 他不得不说呀 蝴蝶振翅已经带来了变化 那后续的很多问题 都无法保证会不会按照原来的轨迹行进了 如果因为自己的误判而导致出现问题 那他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 哦 你说 沈子烈略干意外 他也察觉到了陆维民内心的犹豫 慎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吕县长听说和毛荣主任关系不错 我想请您和吕县长说一说 请他给毛荣主任做一做工作 让毛荣主任尽快上任 我们这个三项专项工作办公室 要把工作全面启动了 还要毛荣主任来掌舵协调呢 尤其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眉目的情况下 毛荣主任的作用就更重要了 这涉及到许多具体需要和乡镇部门 打招呼协调的工作 另外也需要吕县长来进一步加强工作指导 陆维民小心地挑选着言辞 沈子烈目光间神色一动 他立即就理会到了陆维民话语中隐藏的含义 小陆啊 你是不是听到了一些什么 看到沈子烈目光过来 陆维民沉吟着是不是该提醒一下沈子烈 沈子烈毕竟是从省里机关下来的 对于下县里面的这些门道肯定不是很了解 他觉得这一次选举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有安德剑坐镇 可以说是稳如泰山 但是他太小看了秦海基的影响力了 而这一段时间 秦海基和曹庚似乎都很默契地在跑乡下 这总让陆维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说实话 他也不太相信秦海基和曹庚就敢干出这种跳票的事情 要知道这还是在九十年代初呢 而且是县长的选举 不是副县长 等额选举如果出现了问题 那就意味着安德剑丧失了局面掌控能力 和政治嗅觉出了问题 所以陆维民在最初也没有太在意 但是在有一天 他和邹华无意间闲谈时 邹华说他这段时间都很忙 一直在陪着老板跑乡下 全县八个区 秦书记已经跑完了两个区 十一个乡镇逐一跑道 而且是下到了乡村一级的代表座谈 了解代表们对县里面的工作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而且反响很热烈时 他下意识的有了警觉 距离县里召开人代会的时间 还有一个月了 秦海基这样积极的下乡搞调研 但陆维民看来 似乎怎么看 怎么感觉有点不适味道啊 他不相信秦海基敢公然挑战规则 在他看来 除非是秦海基得到了上面的授意 才敢如此 但沈子烈已经明确为代县长了 而不是常务副县长临时主持工作 这也就意味着沈子烈不是过渡 而是正了八经的选县长 没有哪位代表不明白这一点 除非有人故意误导他们 或者要刻意做些什么 如果说秦海基的下乡 只是引起了陆维民的一丝警觉 那么曹刚也在频频的到乡镇调查 就显得太过奇巧了 尤其是这两个人都很默契的选择错开目标的做法 就更让陆维民察觉到了意 陆维民不相信 安安得见 察觉不到这样的异常 但是沈子烈自己 是不是可以主动的做些什么呢 到现在为止 陆维民还没有揣摩透 秦海基和曹刚想要干什么 县长这个位置 不是你觉得你能做 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比什么人做更合适 你就可以做的 不符合组织意图的跳票 在这个时代 那就是纯粹的找死 二指宽一留纸 就可以免去你的党内职务 让你自觉自愿的服从组织安排离开 某这种险可以说是鱼不可及 那秦海基和曹刚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但不管秦海基和曹刚想要干什么 陆维民觉得沈子烈都应该可以做些什么 沈县长 我就觉得这三半 还是要得毛主任回来才合适啊 群农无首 咱们的工作做起来 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他回来挑起担子 我觉得更有利于工作 陆维民笑了笑 另外我觉得沈县长也可以和林主任 多多交流一下 县人大那边的工作积极性 我觉得没有发挥出来 这一段时间 我看秦书记和曹县长 都很积极地在跑乡下调研呢 可林主任林书记 却因为交通工具的原因很少跑 我觉得县政府应该考虑一下 人大的办公条件呢 毛荣不仅仅是和吕玉川关系不错 而且据说他和县委副书记 县人大主任林顺璐也有些远亲关系 目前人代会召开在即 弥合与林顺璐前一段时间输远的关系 加强在县政府里的话语权 对于沈梓烈来说相当重要 而这一点在前期自己有些忽略了 沈梓烈望向陆维民的目光 多了几分哑然 能想到这一点 若非对这里面的门道烂熟于凶的机关游子 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 陆维民怎么能够想得如此周密细致呢 难道是谁给了陆维民点了什么吗 对于等额选举的县长选举来说 沈梓烈并不需要太担心 毕竟安德剑在县里面的影响力 不是林顺璐和其他人能够斗鸟的 在这一点上 安德剑有向黎阳帝委承担政治责任的义务 他必须要确保自己顺利当选 按如政治规则的安德剑和自己都清楚这一点 相信秦海基和曹刚也一样明白这一点 但秦海基和曹刚的动作 还是让沈梓烈有些警惕了起来 沈梓烈当然清楚 自己的横空出世 对于秦海基和曹刚来说 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 卡住了县长这个位置 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台阶 也就意味着 即使是安德剑离开 他们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沈梓烈继位 或者地区届室 安排另外一个人来担任县委书记 无论是哪个结果 都是他们不愿意见到的 这种时候 秦海基和曹刚的任何动作 都不能不让人有所防范 沈梓烈再度意识到陆维明的不一般 这个年轻人总是旋转时机 提出不一样的见地 让人无法忽视他 嗯 我知道了 你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沈梓烈含笑点了点头 这样的人物能够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为自己所用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哦 好像县人大和政协合用的那辆上海轿车已经很老了 而现在上面也在积极推动 人大在监督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我觉得县里应该考虑为人大改善交通工具了 为县人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提供最大的方便吗 陆维明知道自己说这话有点越界了 不过不能不说呀 沈梓烈在基层工作的时间太短 很多方面都显得太过智能 他不得不以这样有些突兀的方式来提醒对方 毛荣是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 来面对这个上门汇报工作的副主任的 从县府办副主任到开发区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虽然没有免去自己的县府办副主任 但是谁都知道自己从南潭政治中心中悄然离去 其实啊 从王自荣离开之日 毛荣就已经知道 接任县府办主任的希望破灭了 沈梓烈对自己并不感冒 而曹刚对自己更是满心不满 淡初也会成为必然 只不过毛荣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一下子被安排到负责所谓的招商引资和开发区筹建 这两项听起来似乎相当风光 但实际上又是虚无缥缈的工作上 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并修 毛荣认为开发区筹建和招商引资是虚无缥缈的工作 并非无地方时 去年风波之后 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就不小 尤其是像南潭这种 本来就是偏远穷险 在这种气候下 怎么谈得上什么招商引资 至于开发区 在毛荣看来 那纯粹就是沈梓烈新官上任高的噱头 他可不想去参与这种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 自己也不是逆来顺受 任人摆布的面人 在这种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他宁肯学古代那些淫者 幽居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 关道无疆 作者瑞根 演播 左右 眼前的这个小伙子 已经跑了好几趟自己家里了 毛荣当然清楚 这个家伙是谁的人 沈梓烈的秘书 当然是沈梓烈的人了 只不过 这个小家伙 怎么又会被沈梓烈 从秘书的位置上推出来 当了这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呢 这还是让毛荣有些拿不准 秘书当然应该是领导审判最信得过的人 也不可能在领导审判待一辈子 迟早是要放出去 但是 陆维明这个小家伙 才在沈梓烈身边待了几个月 就被放了出来 这就有些让人拿不准了 究竟是放还是踢 一时间 毛荣也看不太透 究竟是沈梓烈对这个家伙不满意了 还是沈梓烈觉得 让这个家伙在这个位置上 更有发展前途 毛荣还是有些看不明白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这个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家伙 和沈梓烈的关系不一般呢 要么就是彻底失宠被踢出局 要么就是沈梓烈把他当成绝对亲信来栽培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后者的可能性似乎要大得多 如果不是吕玉川专门和自己打了招呼 毛荣依旧不打算建这个自己名义上的副手 毛荣无不自我解嘲地想着 难道说自己真的要去当这个有名无实的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 和工业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就在毛荣有些走神着想着某些事情的时候 陆伟民也在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眼前这个气度不凡的女子 毛荣35岁 南潭县石谷镇人 民办教师出身 后来转为公办之后 在石谷区中心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副校长 后来调任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王自荣担任县长前夕 调到县府办担任副主任 原本是接任县府办主任的最热门人选 不能不说 很多人都怀疑毛荣和前任县长 现任淮山县委书记的王自荣 关系暧昧不清是有些道理的 乌黑的卷发斜斜地披在肩头上 白底兰花边的丝巾很随意地裹在薄像上 配上一身鲜红色的羊毛衫 在家中这种氛围下多了几分慵懒的气息 白皙的鸭蛋脸颧骨略高 凤目轻烈锐利 嘴角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丰润厚实 总让人感虐好像是在吸引着什么 再加上一直被人羡慕的大凶 也难怪在县里一直是一个争议人物 小鹿啊 你的意思是 这位来自香港的林先生 会在近期来我们南谈考察投资环境吗 毛荣心情有些矛盾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他看来似乎不太可能的情况居然发生了 南谈真的会迎来第一笔外资 这简直无法让人相信 可是根据眼前这个家伙交给自己的这些资料 却又实实在在的显示 港商的确有意在南谈投资建设一个 猕猴桃加工企业 而投资的规模还不算小 预计投资将在三百万到四百万元港币之间 这对于偏处内陆的南谈来说 已经是一个惊动天地的卫星了 啊 毛主任 根据我和小苏 一起去广州接触的情况来看 林先生在香港拥有一家贸易公司 规模不算大 但是具有比较顺畅的销售渠道 主要是从事国品贸易 除了香港本地外 还主要效望英国 美国和澳大利亚 猕猴桃目前在欧美相当蜂蜜 维生素含量十分丰富 是一种十分受欢迎的绿色健康水果 但是欧美的猕猴桃市场 主要还是来自于新西兰 价格昂贵 如果制成果酱或者果粉的话 价格会更贵 陆维民注意到 自己这份材料 已经勾起了对方的一些兴趣 他需要再加一把火 而目前我们黎阳地区的猕猴桃产量 正在逐步增加 所以一方面我们也在努力 想办法促成鲜果出口 但是受限于保鲜能力和出口渠道 如果能够将鲜果制成果酱和果粉的话 则可以很大程度上规避这个风险 所以我们制作了这方面的招商引资宣传资料 寄给了我在岭南的同学 他正好在岭南省纪委工作 有机会接触到 有一来大陆投资的港商和台商 所以才有这样一个机会 哦 根据你的资料来看 和富投淮山两线相比 我们的优势不明显了 尤其是淮山 单从交通环境和猕猴桃产量来看 还胜过我们难谈呢 如果这位港商真的来黎阳地区考察 恐怕不会只跟着我们的指挥棒转呢 没准其他线听到消息 一样也会发出邀请 我们怎么保证 我们不会为他人做嫁衣裳啊 毛荣略意琢磨 陈寅道 仅仅是我们南谈猕猴桃这个品牌 我觉得分量还不够啊 因为从鲜果的销售角度来看 南谈的这个品牌可能有些吸引力 但是对于国品加工的原料来说 意义不大呀 更何况 港商只要来到我们黎阳绿色了解 就应该清楚 其实淮山和富头 和我们南谈三线的猕猴桃品质 并无实际差异呀 陆伟民暗自点头 这毛荣能当县委办副主任 还是有一些眼光的 一眼就能看到核心问题 啊 毛主任 您说的有道理 我们也在琢磨 怎么增加我们的竞争力 我是这样想的 一方面 我考虑在熟练劳动力上 体现我们的优势 现罐头食品厂 现在处于半停工状态 职工们只能拿到60%的基本工资 如果这个企业落户在我们南谈 我想可以让现罐头食品厂的工人 以借用的方式先行开工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生产效率 陆伟民浅浅一笑介绍道 嗯 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这些港商和我们内陆的国营企业不一样 很注重效率和效益 如果能够为他们解决熟练工人的问题 他们肯定会很满意的 这的确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但是咱们现罐头食品厂的那帮工人 不知道你清楚不清楚啊 虽说是熟练工人 但是在工作纪律和积极性上 未必能让人家满意啊 据我所知 像资本主义社会里 那些企业恐怕对工作效率这一方面 要求的相当高 劳动强度也比较大 咱们现罐头食品厂的这帮工人 能不能适应 愿不愿意去干 应该还需要了解一下吧 陆伟民暗自点头 这女人果然还是有些真材实料的 考虑问题细致缜密 不像有些花瓶语人 几句话就能把她蒙得晕晕乎乎 这女人的思路清晰 看问题也很准 哈 毛主任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我了解过 现实品厂半死不活的状态 已经有一两年了 厂里很多职工怨声载道 而且不少都是双职工 有老有小 他们不是不想干活 而是没活可干的 如果能够在经济上 给予足够的补偿 或者说是刺激 我想他们会很愿意求得这样一份工作的 而这也可以极大的减轻我们县里面面临的压力啊 陆伟民笑着说道 县食品厂的工人已经几次向县政府反映他们的情况了 要求县政府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 仅仅只拿一个基本工资 难以维系他们的正常生活 尤其是一些负担比较重的职工 也提出了要县里想办法解决食品厂面临的困境 这也是县里颇为头疼的一个难题 毛荣显然也清楚这个情况 看来这一位自己的副手脑袋的确很好用 这些点子能想出来 而且算计的如此周到 应该也是下了一分功夫的 他点头认可了这一点 嗯 这个主意的确不错 那还有吗 哦 另一方面也就是要涉及到 我今天向毛主任汇报的另一项工作了 工业开发区建设 陆卫民与其沉浸 我的想法是 如果我们能够借此契机 启动开发区建设 让港商意识到 我们南潭将围绕开发区建设 打造一个以食品加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链 这对于促进他来我们南潭投资建厂 肯定有不小的吸引力啊 毕竟我们已经有了这一方面的基础 比如我们县里的包装材料和印刷产业 就可以为食品加工产业提供配套嘛 而无需他们还要在外地寻找 毛荣终于明白过来 今天陆卫民来向自己汇报的主要内容了 招商引资固然是一方面 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这个工业开发区的建设 如果说招商引资 他还可以借助外界力量来实现目标 那么开发区建设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这涉及到土地调配建设规划 以及公共设施配套 牵扯到计划 国土 城建 电力 交通 公安 供水 油电 环保 等多个部门和所在乡镇 几乎覆盖了整个政府部门 要想协调好这些部门和乡镇 没有一个按数政府部门运作情况的角色 根本无法做到 这大概也是这家伙屡次三番 前来汇报工作的原因 不过毛荣还是很欣赏陆伟民的有礼有节 吕玉川专门和自己通了气 已经把神子烈的意思传达到了 神子烈抛出橄榄枝 这算不算是打一巴掌又给个田枣呢 不过毛荣也知道 自己现在选择的余地并不多呀 这个家伙又专门上门来汇报工作 可以说把面子台阶都已经替自己准备好了 这是一个相当会来世的人 老到精明的简直不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 小路啊 看来你把工作做得很细呀 也考虑得很深远很周全呢 毛荣想了一下 嗯 这样吧 你把这几份资料啊都搁到我这里 我这身子呀 这两天还有点乏 干脆就在家里看一看这些资料 了解一下情况 争取星期一过去上班吧 哈哈 那太好了 毛主任啊 咱们这专相班虽然就这么几个人 但都是真心盼望你能早一点恢复健康 来带领咱们这一帮人做点实事啊 陆伟民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县里不少人不把咱们当回事 觉得咱们就是来装装门面的花架子 可我在想 县里面既然有红头文件赋予了我们职权 我们就有决心 有义务把这几项工作做好 只不过蛇无头不行啊 毛主任 您再不回来 咱们就真成了群龙无首了 小鹿啊 你别一顶钢帽子 接着一顶钢帽子 就往我头上戴呀 捧得太高 摔下来会很疼的 毛绒若有深意地看了陆伟民一眼 我听说县里领导对于这两项工作开展也有不同看法 在这两项工作的开展上 恐怕我们也要集思广益才行啊 陆伟民轻声笑了笑 这毛绒果然不一般 更是一个聪慧绝顶的角色 虽然是想要探自己的底 但正好也可以让自己表明态度 哈 毛主任啊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 县里有红头文件 确定了我们专项办的职权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 也没有理由再瞻前顾后 我们不是为哪个人工作 把调子再拔高一点 我们还可以说 我们是为了对得起党 对得起政府和老百姓 给我们发的这份工资而工作 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 方向不错 步子大一点 快一点 没啥大不了的 我相信 没有谁可以说三道四 对事不对人 这就是我们工作 要坚定的基本原则 只要做到这一点 我相信 上级领导 应该能够清楚地认识到 陆伟民中正纯和的言语 让毛荣知道陆伟民走后 还在细细领会品味 毫无疑问 陆伟民这番话 既像是一个宣誓 又像是一种解释 总而言之 这个家伙给自己的印象很模糊 却又很深刻 这样一个互相矛盾 而又复杂的诡异印象 镶嵌在毛荣的脑海中 让素来以看人精准自傲的他 颇为迷茫和困惑 曹刚阴沉着脸 站在窗户边上 看着进进出出的机关干部们 一直到烟蒂烫手 他才下意识地转过身 走到办公桌前 将烟蒂狠狠地碾面 才掩回缸里 门虚掩着 门廊里传来一阵说笑声 虽然听不清楚具体的对话 但是曹刚知道 脱不开刚才那两个话题 这两天 机关里的干部们 几乎都疯狂地热吵这两个话题 一个是县里决定 再购买一辆桑塔纳 作为县人大工作用车 另一个则是 有一家港商 要到南潭考察投资环境 如果说买一辆桑塔纳 在县里本来就算得上是 震聋发聩的新闻 那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县里又决定再购买一辆 而且是作为县人大工作用车 就不得不激起 机关干部们的议论纷纷了 第一辆桑塔纳买回来 就一直搁在机关大院的车库里 没有启用 原本是作为县委主要领导用车的 这辆桑塔纳 从一买回来开始 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尤其是县委副书记 县人大主任林顺璐 就公开质疑 县财政现在这么拮据的情况下 花20万买一辆桑塔纳回来 是出于什么考虑 虽然机关事务办解释 这并非是从财政里面出钱购买 而是由县现代农业开发公司 出钱购买 暂借给县委使用 但是这个解释 显然很难让心起难平的林大爷满意 曹刚一开始 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来看这场大戏的 为安德剑买车 是沈子烈的提议 安德剑很聪明 买回来却一直没有用 显然是想要等风头过了之后 再来使用 只不过没想到啊 这林顺路会是这般难缠 纠缠着不放 曹刚是最愿意看到这幅情况了 没想到峰回路转 沈子烈不但在县政府办公会上 提出再购买一辆桑塔纳 解决县人大办公所需用车 而且明确提出 在购买了这辆桑塔纳之后 县政府将暂时不再购买交通工具 这相当于是表态了他这个县长 是不会更换交通工具了 这一下子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这一手很厉害 一下子就缓和了与人的林顺路之间的关系 也让安德剑可以稳稳当当 光明正大的做那辆 已经搁了一个月没敢动的桑塔纳了 而安德剑的那辆福尔加也交给了县政协 原来县人大和政协合用的那辆上海 落到了县委办手里 徐小春自然也是心花怒放 连秦海基都无话可说了 想到这里 曹刚就不禁叹了一口气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哪 有钱好办事 这话真不假呀 多花了二十万买了这辆桑塔纳 一下子就打破了僵局 让县里面的局势顿时为之一变 沈子烈这个家伙 也一下子跳出了尴尬的局面 有安德剑坐镇 林顺路唱戏 足以使沈子烈在县里面的处境大为改观了 自己和秦海基那点心照不宣的默契 营造出来的格局 似乎立刻遭遇到了挑战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强 作者锐根 演播 左右 林顺路不好糊弄 这个当了多年的党群副书记的人大主任 平时看起来不嫌山漏水 但是无论是下乡镇 还是在县里面的各局行为办理 不少人都是在他当党群副书记的时候提拔起来的 纵然未必算得上是他的心腹 但是至少他那时没有党人路 这份情好多人都还记着呢 更何况还有一个态度微妙的安德剑在冷眼旁观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显出安德剑的水平高明坐在 曹刚刚想到这里就有些烦躁 安德剑这条老狐狸总是在不嫌山漏水地掌控着一切 自己和秦海军那么一点小手段 他未必不知晓 知晓了却依然不闻不问 稳如泰山 说明对方是有底气的 而沈子烈这边高明的化解手段 未必就不是安德剑之的招啊 如果真是这样 自己和秦海基那点心思就毫无意义了 当然曹刚并不知道 这仅仅是沈子烈那个前任秘书给沈子烈支的招 否则他会后悔 自己当初为什么主动支持把陆伟民弄到三项办 如果说这种事情只是让曹刚烦心 那么接下来毛荣的病狱 开始主导工业开发区筹备和招商引资工作 香港客商在人代会之前来考察南谈的投资环境 这一系列动作让曹刚就不仅仅是心烦意乱了 而是有如芒在背的感觉 沈子烈是下派干部 曹刚从来没有认为沈子烈能在南谈待多久 即便是沈子烈要接任县长了 曹刚还是这么认为 下派干部混个县长当当 解决正处级干部职务 这也正常 沈子烈家安在昌州 这一年多来家属甚至连面都没有漏过 这也足以说明他本人的想法了 像这种杜金干部 只怕你就是让他在南谈扎根当县委书记 他的未必愿意 能够解决一个正处级别 又在基层锻炼了一两年 对于他日后回到省里提拔大有比 这大概才是沈子烈的真实想法 现在曹刚最希望的就是沈子烈 在南谈县长的位置上待个一年半载 觉得基层工作的确不好做 自己想办法调回省里 沈子烈能下来挂职 自然就有关系 目的达到了 想要调回去也应该不是难事才对 曹刚怕就怕 沈子烈在这个县长的位置上 做出滋味来了 干出感觉来了 觉得这里头还真有点笨头 还真打算要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来 那可就有些棘手了 当然也不是说沈子烈不走 他曹刚就没有声称的机会了 但是曹刚觉得自己在南谈情况熟悉 又是一手一脚干起来的 能够在南谈起来最好不过 若真的是让自己到其他县里去任职 自然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总不及在南谈这样容易上手啊 毛荣的投靠无疑就是一个不妙的信号 而吕玉川今天在县长办公室上的帮枪 更证明了这一点 沈子烈这个家伙正在逐渐适应这个角色 正在一步一步走上阵位 开始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收编势力 配之羽翼了 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 想到这里 曹刚就禁不住叹了一口气 沈子烈这个家伙真是狗屎运够好啊 怎么就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 拉来港商的投资呢 这对于马上就要召开的人带会 无疑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啊 而且这显然又能为沈子烈加不少分啊 想到这里 曹刚心里就更是一门 这一切似乎都离不开 他跟陆伟民在其中穿针引线 自己怎么就小瞧了这个家伙呢 陆伟民不动声色观察着眼前这位 面色阴晴不定的中年男子 很显然 这位港商一路跑来 对南潭这边的条件很不满意 这也不能怨对方 实在是南潭这边的基础设施太差了一点 连陆伟民自己都觉得 要说服对方在这里建厂投资 的确是有些勉为其难 但是眼下形势已视如其虎了 沈子烈那里不用说了 连县委书记安德剑都专门抽了两个时间 专门和对方见面会谈 徐小春和吕玉川作陪 这两天里毛荣和自己是一直陪着对方勘察的 从原料产地到长指悬指 从店里供水到道路交通 凡是涉及到的部门 都是招之即来 有什么问题现场就要拍板决定 但是对方显然还是不太满意 毛荣连着跟了两天 也有些吃不消了 加上吹了点风 感冒会去输液了 吕玉川下午有会 也就是剩下自己和许阳两人 陪着对方再来这里实地勘察 县里几个驱乡的道路都不是很好 可是这位港生却是精神百倍 一处一处遭到了解 从东顾到白塔 甚至亲自到农户猕猴桃果园里去查看一番 还操着一口浓烈粤语腔的普通话和农户对话询问 主要是询问农户在种植猕猴桃时使用的化肥和农药问题 这让陆伟民对这位在岭南时喜欢喝花酒的港生态度有了不小的改变 林先生 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请尽管提出来 只要我们县里能解决的 我绝对让你满意 韩书记 沈县长 以及吕县长 你和他们都正面接触过了 相信 您也能感受到我们县里的热情 陆伟民尽量调试着自己的语气 让自己的态度 变得更诚恳 除了林耀雄之外 随他一起前来的还有一位律师和两位助手 其中两位助手一个是负责生产方面的 一个则是负责财务的 一行四人 算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 陆伟民觉得 这也足见对方想要来投资的诚意 陆先生啊 我觉得你们这里和当初你和我在广州见面时 所介绍的情况有些不一致啊 而且情况相差很大 这让我很犹豫啊 有黑消瘦的面庞上 除了那双略略有些深陷的眼睛 还有些精神外 加上看上去总觉得不那么合体的西服和风衣 换在任何一个场合 你都无法相信 这是一个拥有上千万资产的角色 其实 林耀雄也知道 一切在自己没有亲眼见过之前 都是做不得数的 为了哄骗你来投资 地方上的官员会很善于在嘴巴上说的天花乱坠 实际情况却又大相径庭 他在大陆这边也不算陌生了 岭南那边如此 这边依然如此 他有这个心理准备 实事求是的说 这个南潭县的基础建设条件虽然糟糕 但是却在他的意料之中 而南潭极其适合猕猴桃种植的自然条件 也颇为让他心动 应该说这是决定是否投资现场的最主要因素 当然 糟糕的基础设施情况 也的确值得他狠狠的抱怨一番 至少可以借此提出更为有利的条件 是吗 林先生啊 我承认 我们这个内陆地区的条件 可能的确比珠三角地带有一定差距 但是我们的优势也很明显 您应该意识得到 我们的优势 珠三角那边无法复制 而基础设施的差距 我们却可以逐步缩小 陆伟明用手一指 眼前堤坝后面的一大片荒芙的河滩地 与其中充满了自信 其实您看到的这一片土地 在今年之前都还是随时有可能被夏季 涨水季节淹没的河滩地 但是现在您看 一年不到 坚实的河滴已经牢牢锁住了洪水 这一片区域将会成为我们的工业开发区 我向您保证 一年之内 这里将会成为一片工业热土 无数企业将会在这里拔地而起 而我希望您能够有幸 成为我们南潭开发区的第一家外资企业 这将使得您和您的企业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标记 永远载入我们南潭限制 这也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荣誉啊 许阳有些羡慕地看着蛇战莲花的陆伟明 这个家伙比自己还要小一岁呢 但是口才却远远不是自己可以比拟的 而且一番话说出来总是那样的生情并茂 让人下意识地想要跟着他的思路游走 鲁先生啊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你也向我介绍过了 我承认你们南潭有不少条件非常优厚 像你所说的南潭猕猴桃 还获得了亚运会代表队独家使用的健康水果 啊 这一情况我也听说了 我本人呢 也很希望能够以一个很荣耀的名字 进入你们南潭的限制 但是我要说的是更现实的事情啊 我们这两天走了不少地方 你说这里是你们县规划的工业开发区域 但实际上这只是纸上规划呀 我们眼前看到的还是荒凉的河滩 从这里距离最近的公路还有一公里呀 土地平整 道路建设还有供水系统的架设 这一切现在都还是空中楼阁呀 你怎么让我相信 你们这个开发区 是不是你们临时想象出来的东西呢 林耀雄和自己的助手 用粤鱼快速的交流了几句 这才不慌不忙的到 终于步入实质性的问题了 跑了这么多天 该看的都看了 该了解的也都了解了 可以说陆伟明把该想的都考虑到了 就该是摊牌的时候了 林先生 我理解您的担心 但是我们也接触这么久了 您觉得我有虚言欺骗您的时候吗 或许我在介绍南谈情况的时候 有些夸张或者缩小 但是应该说我说的绝对没有掩饰和隐瞒 我们南谈的条件就是如此 实际上其他地方的内陆地区和我们的情况也都是大同效益 我觉得我们南谈已经做到了我们能做的一切了 陆伟明的言语沉静而自信 至于您刚才说的 我可否理解为 如果我们在你说的那些上做出了承诺 我们之间的谈判就算是进入了最后阶段了 林耀雄脸上也露出了郑重其事的神色 和自己的律师交谈了几句之后 又和自己的两个秘书用粤语交流了好一阵 这才回答道 嗯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如果能够就我刚才所提到的基础设施建设上 得以最快解决 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以落湖难谈 好 林先生 您觉得完成这一切建设的时间期限应该是多久 陆伟明沉声道 哎呀 最迟不能超过五个月 要完成一切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立项审批 厂房建成最晚不能晚于八月上旬 安装设备和调试需要半个月 另外也需要对工人进行必要的培训 呃对了 我记得陆先生你说过可以在熟练工人方面 嘿嘿 林耀熊笑了起来 哈 林先生放心 我对我所说过的一切负责 我说过的都可以写入协议当中 陆伟明接上了话 这大概也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好情况了 基础设施解决不了 无论哪个企业都不可能落户的 这是先决条件 而时间如此短 这也是对信理行政部门执行能力和办事效率的一个考验 苏彦卿走进办公室时 陆伟明正兴致盎然的看着手中那本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日本可以说不》 见到苏彦卿见来 陆伟明留下了手中的书 喊笑问道 回来了 许阳呢 你倒是清闲啊 帮我们支出去 一个人在这办公室里享福 苏彦卿好奇地翻了翻书 这本书你也感兴趣啊 日本人口气很大呀 据说国内翻译这本书是山级版的 石原和盛田昭夫合著的原版 还有一些更夸张的章节 没有授权对外出版呢 日本人有骄傲的资本啊 不过他们想要挑战美国人 还难了一点 陆伟明吸了一口气 没有军事力量作为支撑 仅仅依靠经济资本就敢夸口 这是在刺激美国人 说难听一点 这是在自掘坟墓 不过我觉得这本书 对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借鉴意义 至少日本人敢于说出他们内心的想法 至少打算捍卫属于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 这种勇气可加呀 门又被推开了 许阳一头大汗的跑了进来 说什么呢 就是这本 日本可以说不 借我看看呗 我在新华书店也没有找到这本书啊 哦 你拿去看吧 我都看了第三遍了 陆伟明顺手把书递给了对方 忙完了 啊 基本上敲定了 签约仪式明天上午在南潭宾馆举行 行署常专员要过来 县里面四大班子也都要参加签约仪式 许阳乐呵呵的 听说地区里面对这件事情很重视 林耀雄签约之后 地区可能还会邀请他到黎阳那边去做考察 这是不是有点在挖我们南潭墙角的意思啊 想挖墙角也要有挖墙角的本事才行啊 地区大概也是想要这样一个姿态吧 能够将更多的外资引到我们黎阳来 苏彦卿毫不客气道 我不认为谁有这份本事能把这个项目撬走 哟 彦卿啊 这么有信心啊 陆卫民似笑非笑的偏了对方一眼 哼 那也是跟你学的呀 一条一款的分析比对 把竞争对手一个一个挖出来剖析 扬长臂短 心里自然有数啊 苏彦卿脸上微微一热 连他自己都发现自己似乎有些变化 从最初两人对话的平静自然 到现在似乎言语间都有一些说不出的味道 只不过这种味道除了当事人 就算坐在面前的许阳也未必感觉得到 嗯 陆卿人 我也有这样的信心 能和咱们竞争的只有淮山和富头 可是 淮山猕猴头 种植面积虽然大 交通条件也好一些 但是 他们县里 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啊 毫无规划 嗯 而且 他们在熟练工人这一条上 就更是软肋了 就从这一点 无论是淮山还是富头 都没法和咱们比啊 许阳 孤独孤独的 灌下了一大口茶 诶 对了 这个安书记和沈县长他们 都来检查了签约仪式的现场准备 我看他们心情都很好 呃 只有曹县长 嘿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彦卿瞪了一眼许阳 这个家伙别看工作两年了 可这张嘴却总是管不住 比起才工作几个月的陆伟民来说 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 像陆伟民这样的异类的确也罕见 许阳见苏彦卿一瞪眼 赶紧收口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许阳觉得自己对苏彦卿有一种莫名的敬畏 也许是苏彦卿身上那种独有的冷艳清烈 或许是苏彦卿平时言谈举止中那种天当高远 总之许阳觉得自己在苏彦卿面前总是有一种全身上下都放不开的感觉 尤其是对方那宛苏彦身谈一般的美眸一扫 他就觉得自己气短三分 眼前这一对男女让许阳觉得有些郁闷 都比自己工作晚 就算他们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但是似乎这两人身上笼罩着的那层特殊气质 却不像是大学学习就能带来的 县里面各部门也有不少其他重点大学毕业的 也没有谁给自己带来这样的感觉 这份滋味还真有些古怪 门口传来一阵脚步 一个矮胖子的身影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都在啊 正好正好 马书记 陆卫明有些惊异的站起身来 好 快请坐 不好意思啊 我在沈县城那里坐了坐 正好串门过来坐坐 马通才是个典型的自来手 两句话就能让人感觉 他好像是和你多年的朋友 很自然地坐在了许阳让出来的藤椅上 哎呀 小陆主任啊 我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件事想要麻烦你啊 好 马书记啊 您这话说的可真客气啊 有啥事您安排就行了 我哪里担得起麻烦这儿子啊 陆卫明也不知道 这个滚刀肉一般的双凤县党委书记 葫芦里卖的是啥药 马通才是土生土长的双凤人 现在工业开发区一期规划基本上确定在双凤县临河的河滩上 这块土地一部分属于水利部门的河道荒地 一部分属于河滩地 现在县里面的意思是要统一起来交给工业开发区 河道荒地自然不用多说了 可这部分河滩地虽然之前从未有人提出过归属权 但是河滩一修好 这片土地就是再荒那也算是一块地啊 就这样白白的被县里面收走 让马通才心里白斑的不痛快 马通才找到了毛荣 但是毛荣告诉他 这件事他也不好出面 马通才也知道毛荣的难处 刚刚和沈子烈缓和了关系 才开始工作 从表面上看 沈子烈更是让了一步 桑塔纳让给了林顺路 这个时候要是让毛荣 猛然去找沈子烈说这件事情 的确是有些为难 但是这事儿 马通才也一样有难处啊 乡里面对于县里 要直接把这一块河滩地 以无主之地的名义 直接收归县里的意见很大 乡党委会上 无论是孙克强 还是其他几个党委副书记 都强烈要求 乡里要向县里反应 要么就对这块土地 可能产生的收益 有一个明确说法 要么也就拨出部分土地 归回乡里 虽说这一片狭窄的土地 原来是因为河道 常年泛滥 而使得归属不明 但是毕竟这和双凤乡 大河村二摄三摄的土地紧连 要说属于双凤乡 也不算错呀 可谁都知道 这工业开发区的筹建 是县里的头等大事 尤其是沈县长更是看重 而且正在兴头上的 这片土地 也是县尾经过研究之后 确定下来 作为工业开发区 一期启用的土地 你现在要去把土地要回来 那不是糊口多食吗 谁敢去找安书记 沈县长说这事啊 铁定没戏不说 弄不好 还得弄得灰头土脸 挨顿骂 谁愿意去出这个眉头啊 但他马通财 作为乡党委书记 你要是不去 谁还敢去呀 曹刚和自己的关系倒是不错 可是现在 县里面的局面日渐明朗 沈子烈和曹刚关系微妙 要是找曹刚去说 只怕会适得其反 所以马通财才会想到了毛荣 毛荣有难处 才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看看能不能通过陆伟民 来反映这个情况 马通财 对于陆伟民也并不陌生 给沈子烈当了三个月秘书 调到这个开发区筹备办之后 跑双凤 跑得也挺勤 马通财 对陆伟民的印象很深 这样勤勉认真的年轻人 不多见 连乡里的老罗 跟着跑了几天 也都累得够呛 短短一个月时间里 就能把河边的那一片情况摸得滚瓜赖熟 就连大河村边那些坟地的情况 都了如指掌 连老罗那样有些桀骜的人 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都相当好 毫无疑问 陆伟民是沈子烈的心腹 要不毛荣怎么会把自己知道这里来呢 所以马通财打定主意 要好好就这件事情和陆伟民说和说和 哪怕是能从县里的牙缝里挤出那一行半点 也算是对乡里有个交代 马通财把事情说完之后 又谈了谈乡里面的反应和想法 陆伟民也细细地问了问乡里的意见 说实话 在这件事情上 陆伟民也能理解乡里面的想法 毕竟这块不规则的土地将近千亩 而且就在盐皮子底下 虽说原来未曾明确 也没有想过归属 但是现在一下子拿走 而且有一大块和大河村的坟地近邻 这也难怪双凤村在心态上难以接受 但是这件事情 现在他却不敢有任何表态呀 毕竟县委已经明确决定 在河堤建成之后 国土部门没有明确的这一片土地 规划给工业开发区所有 作为工业开发区一级建设用地 而规划中的港资双林纪食品有限公司 也要建在这块土地上 这个时候 谁想就这个问题说三道四 只怕都得碰一杯子灰 所以陆卫民也只能表示 在这个问题上 他可以向沈县长和吕县长 汇报双凤村的情况 但是能有什么样的结果 却不是他所能决定的 马通财倒是对陆卫民的谨慎 表示十分理解 这种事情 对方能答应 帮自己通过合适的渠道 转达意见 已经很不容易了 要说这块土地 双凤村之前也没有考虑过 很有点意外之喜的味道 如果能够获得一点收益 当然是再好不过 陆卫民本来是不想去吃这顿饭的 但是马通财相当热情地一再邀请 一定要和招生引资办 和筹剑办的几位同志一块坐坐 陆卫民也觉得 太过分拒绝对方的好意也不太合适 尤其是在日后开发区建设过程中 和双凤乡党委政府打交道的时候 还相当多 能够和马通财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 对于日后开展工作也相当有利 所以就接受了邀请 松鹤居无疑称得上是难谈首屈一指的风味餐厅 这里的烟熏牛肉 风味腊鸡和板栗烧鸡都颇负声明 即便是县里的领导们 如果不是规格太高 或者规模太大 都宁肯选择在这里作为接待用餐所在 至于私人聚餐或者小型接待 不少也都选在这里 只不过这里的环境过于狭窄了一点 马通财一直在观察着陆伟民三个人 陆伟民和那个女孩子都显得风轻云淡 很有些不卑不亢 却又不发礼貌 而另外那个姓许的小伙子就要差一些 有些放不开 先前和曹刚一起吃饭时 曹刚也曾经提到过 这个刚毕业几个月的大学生 连曹刚都说 这小伙子很有点才华 感叹徐小春给沈子烈选了一个好秘书 能从曹刚嘴里得到这样的评价 不容易啊 尤其是这个人还是沈子烈那一戏的 这就更不容易了 加上毛荣也如此推崇此人 这也是马通财想要有意绝食一下 这位挂着副主任名义的年轻人的主要原因 一顿饭吃得是相当愉快 马通财也很擅长活跃气氛 是一个天生的氛围制造者 老少皆宜的话题被他勾出来不少 尤其是围绕着正在热播的渴望的插捆打贺 把那个王虎生的卑鄙点评得淋漓尽致 倒是让陆伟民和苏彦青都对马通财有点另眼相看的意思 没想到这样一个貌似粗鲁不闻的角色居然能有这么细腻的感觉和丰富的事情 一行人打算离开时 陆伟民才发现许阳不在了 他有些恼火的四处张望 这个许阳工作没啥说的 挺积极 不过好像谈了一个对象 那是相当的粘活啊 下班之后有点时间总往对象那里跑 不过今天出来吃饭也算是公事 这个家伙不会是提前就退席跑了吧 算了不管他了 咱们走吧 马叔姐啊 您吩咐的事我一定尽我之力向沈县长和吕县长汇报 不过我还是有言在先啊 你也知道眼下这个情况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如果能够争取到一些固然是好 不行也别懊恼 开发区一旦建设启动 双方向的授意绝对不小 林锦记食品有限公司的落户只是一个开头 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企业进来 到时候林锦开发区的大河村那边的五主坟地 肯定都会陆续地纳入开发范围 届时双凤箱也许也可以纳入我们的工业开发区总体开发范畴了 没准马书记您到工业开发区里掌舵也说不定呢 陆卫明略带工卫的话让马同才哈哈大笑 他一边摇头一边手指着陆卫明 小陆啊 你说话可真让人心花怒放啊 我老马可不敢想变个事啊 就琢磨着怎么把眼下的事情办好 能给乡里的群众干部一个交代 所以啊 还请小陆啊 你如实地向领导们反应这声啊 给我们双凤箱的群众干部们一些说法啊 陆卫明点头称是 看着苏彦卿不停地看表 陆卫明也知道 苏彦卿对这种应酬不感兴趣 也就知趣地表示今天就到此为止 感谢马书记的盛情款待准备离开 刚走到门口就听得一阵争吵声钟 其中一个有些底气不足的声音过于熟悉 公安局又怎么了 刑警队又咋了 我又没有违法犯罪 谈恋爱出对象 我招谁惹谁了 许阳有些愤怒的声音 从几个人的围绕中传了出来 陆卫明看了一眼旁边的苏彦卿和马同财 心里也是苦笑啊 二世为人后 第一次享受腐败的厌情 也能遇到这种无聊的事情 也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浴室啊 还没等陆卫明反应过来 那边已经闹腾起来了 几个围着许阳和另一个女孩子的人推丧着许阳 其中两个穿着橄榄绿色的制服 另外几个有劝架的 也有站在一旁不吭声的 看着一个酒气熏熏的男子 揪住许阳的胸襟 旁边那个女孩子急得声音都带哭呛了 连连喊道 秦磊 秦磊 你要干啥呀 你放开许阳 得了吧 老子今天就是要 好好地收拾他 妈的 草他妈就告诉你 不准你来找他 居然还敢 蹬着我的面来找你 妈的 你这是想作死啊 敢翘老子的抢劲 喝得满脸通红的男子 公安制服敞开着 里面一件金土羊毛衫 格外显眼 你信不信 今晚老子就让你进高尾子里去蹲几天 明天就能让剑尾把你给开除了 妈的 还他妈不知趣 让你滚出剑尾了 你还他妈不懂事啊 你凭什么就不让我和樊蝉见面 你有啥权利这样做呀 就凭你是公安局的 我和他谈对象咋了 关你啥事啊 被对方凶悍的气势压制的有些畏缩 但是看到旁边的女友泪流满面的凄凉 年轻人天生的火气又冒了上来 许阳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口恶气破口而出 陆卫民一阵怒火中烧啊 虽然前世媒体上也见过各种嚣张跋扈的事例 但是像这样公然欺男霸女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呦呵 你个小兔崽子还敢顶嘴啊 我抽死你 猛人跳起来就是一掌抽去 也许是喝酒喝太多的缘故 动作有些笨拙 许阳一个闪身闪过了这一掌 那人立刻就骂了起来 妈的 那个人你们都拉不住啊 就把他拖出去 这个老子要好好石头石头的 两个警服男子动作粗鲁的猛然拖起许阳 就往门外走 那个女孩见到这种情况一下子就懵了 一边想要阻挡那两个警服男子 一边又觉得自己有心无力 哭着跑回来喊道 秦雷 秦雷 你放个许阳 我答应和你出退下 行了吧 你快放了许阳 陆卫民 瞥了一眼 面色铁精 目光中闪耀着愤怒的苏燕京 强压住内心的暴怒啊 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住手 已经快要把许阳 拖到偏僻巷口的两个警服男子 听到这一声怒吼 下意识地转过头来一看 陆卫民已经扑上前去 顺势揪开了其中一个 另一只手扭住了对方胳膊 狠狠一扭 另一个疼得大喊一声 手也一下子就松了开来 陆主任 许阳只觉得自己鼻子一酸 他这是第一次内心里发自肺腑的喊出了陆主任三个字 平时有时候喊陆卫民 有时候喊小陆主任 有时候喊陆主任 但是从内心深处 他都有些不太情愿 一个刚刚毕业回来的大学生 就算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又怎么样呢 不就是和自己差不多吗 虽然后来陆卫民的表现一点一点征服了他 但是要是让他心甘情愿地 喊这个比自己还小一岁的家伙做主任 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更多的时候他选择回避称呼对方 反了你个王八蛋啊 看见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一个陆卫民 一下子把自己的两个兄弟给弄了个啪扑 满脸通红的男子一下子清醒了不少 顿时暴怒起来 风扑上来就是一拳 想要打陆卫民一个措手不及 一边吆喝着另外几个同伴 把这家伙给我抓起来 陆卫民也没想到 这个家伙这般的骄横跋扈 啥话都不说就扑上来 一个闪避晃过对方这一拳 顶住对方的身体轻轻一推 对方一个裂欠倒退几步 如果不是有两个同伴扶住对方 对方就要来一个就地十八滚了 欢迎收听 眼波左右 陆卫民也没有想到 这个家伙这般的骄横跋扈 啥话都不说就扑了上来 一闪躲 晃过对方这一拳 顶住对方身体轻轻一推 对方一个裂欠倒退几步 如果不是被两个同伴扶住 对方就要来一个就地十八滚了 大明 扶着那个酒醉的家伙的年轻人 愣证了一下 下意识地喊了出来 许冰 陆卫民也是愣了了 没想到在这种场合下 也能遇到自己的同学 那天同学聚会之后 他就忙得不可开交 加之郭怀章离开了南谈 除了和舒雅 偶尔在电话里聊几句之外 其他同学也没有多少来往 即便是这个 在公安刑警队的同学 也没有来往 啊 西边啊 你认得这个家伙 挣扎起站稳脚跟 酒意已经有些消退的男子 喷出了一口酒气 哦 清哥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陆卫民 徐冰也是满脸无奈 一和这个勤队出来 就难免要找事 可谁让今天在一块吃饭呢 有个不一般的家事真好 出再多问题 徐冰也有人替他扛着 你同学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今儿个谁来都不好使 就是你兄弟 就是你兄弟 今儿个我也得好好教训他 让他明白 出来混 着子得放量 满脸青春痘的紫上面皮 显然是酒精的刺激 酒气不断的伴随着呼吸喷出 那张脸显得有些猙獰 被人扫了面子 而且还是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 就在这松鹤居楼下 虽然没有多少人露出脸来 但是秦雷想象得到 这周围黑暗中 有很多人在看着自己 想到这里 胸腔里那股子恶气 几乎要炸开了理智的底线 挽起袖子一挥手 示意几个人帮忙 骂了个八字的 今儿个老子 要是不把你打得 你妈都不认得 我就不姓秦 哼 你要是不姓秦 那就得姓瘦啊 秦瘦不如啊 陆卫民 欲起平静 蕴寒弄火 不用猜 陆卫民都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零碎的听许杨说过 关于他和女友的事情 有一个公安局的人 对他的女朋友纠缠不休 而且还威胁他 必须要和他女友分手 当时陆卫民也没怎么在意 没想到这一幕 居然在眼前发生了 公安的名声 就是被你这种杂碎给践踏了 陆卫民最后一句话 让风虎一样扑过来的几个人 都是略略的迟疑了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提及公安名声这几个字 无疑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啊 换了是普通人 即便是愤怒与狂 要么是言语威胁要上告 要么就是大骂对方 用这种提升到公安形象的话语来点评 让这个长期在外面游走的刑警们 立刻嗅出了一点味道 徐平 你这个同学是干啥的呀 一个穿着便衣的刀条脸男子 悄声问道 哦 他原来是沈县长的秘书 好像没等多久就没有干了 虽然陆卫民并没有太注意 自己这些同学的状况 但是徐平 对于陆卫民这个同学 倒是十分关注 沈县长的秘书 一直和徐平在一起的那两个人 起初并没有出面 只是服了一下秦磊 似乎对秦磊的看法有些不满 一直到秦磊被陆卫民一推一个裂钱 才出面帮秦磊站稳 骂了个八字的 都他妈活你了 赶来撩扮老子 给老子狠狠地打 打出事情 老子父子 怒火中收 加上酒精麻醉的男子 根本没有注意到陆卫民的言行 或许是注意到了他也不在意 眼下他只想好好地教训一下 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南潭县里 敢这样挑衅自己的角色 他还真就没遇上过 今天不剥了这小子的皮 性秦的就真在这南潭玩不转了 小心呐 算了 也没多大事 算了 一直没有动作的刀条脸男子 终于出生了 显然觉得这件事 恐怕要再闹头下去的话 就不太合适了 县长秘书 甭管是前任的还是咋地 能和县长拉上关系 那就不简单了 而且看对方这架势 似乎也并不处啊 言语间一套一套的 变着法子 把自己一行人往里面让 看样子也不是怕事的主啊 南潭县城就这么大点一个地方 关系盘根错节 这秦磊仗着叔父的关系 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他可不想也跟着在里面瞎参合 可今儿不走运 走到一起了 你若是不制止的话 日后要是真有啥麻烦 那局里领导就得怪罪自己啊 算了 佟哥 你啥意思 一听这话 秦磊顿时暴跳起来 故意看我笑话是不是 行 你走 我姓秦的 也不用你来扎场子 我要我自个儿的弟兄 给我扎起 小秦啊 你喝多了 有啥事明天再说 今晚就算了 走前两步的男子 却拉住秦磊的肩膀 一边向着陆卫民说的 小兄弟啊 没事 我这个兄弟喝多了 不好意思 没事 你们走啊 我去你骂的 秦磊主 你他妈算是个什么东西啊 早已被怒火烧昏了头的秦磊 一把猛得掀开 攀在他肩膀上的手 心中怒意更浓 你他妈故意来落我的脸 是不是 你以为你谁呀 滚一边去 脑子的事情还轮不着你来 指手挖脚 猝不及防之下 男子也没有想到 对方会如此不给面子 被秦磊一把推了个裂去 一抹怒意 从脸上疑虑而过 刀条脸 脸上一寒 却是没有吭声 大概也是觉得不太好处理 见到对方和另外两个一愣证之后 暂时没有动手的两个警服男子 又扑了上来 显然是打算教训自己一番了 陆伟明就知道 这事儿怕是难得善终了 若是真的要动手 单打独斗 他陆伟明也不拒 打小喜欢武术的他 从小到大 在南潭中学也好 195长子弟学校也好 没少和人在外面打过架 现在额纪发烧下 还有一条不大明显的疤痕 那就是在195长子弟学校 读高中时留下的光荣回忆 有一次和当时 昌州校风最差的19中学生打架 他被人用竹竿狠狠地扫了一杆子在头上 当时皮开肉战 血流满面 当然对方也没占到便宜 被他扑上去 一个反手被摔 对方被硬生生地摔成了轻微脑震荡 幸好那场价 大家打得都很光滚 一结束就坐鸟受散 谁也没找谁 倒是陆卫民在厂衣物室 补了疤之后 回家免不了又挨了父亲的一顿狠奏 不过 面对这三个穿着公安制服的警察 陆卫民可没敢拖大呀 这个时代的公安可是真敢下狠手啊 像自己这种冒犯对方权威的行为 再加上对方肯定也有些来头 那么被对方逮着了还不把自己往死里整啊 马同才怎么也没想到会遇到这么一遭事 真要愁身开溜似乎又不太好 可是就这么傻巴拉几的站在这里似乎也不合适 那秦磊他当然认识 还挺熟悉 不到三十就当上了县公安局刑警队的副队长 当然有些背景 他爹是原来的县粮食局局长 现在退下来了 关键是他三叔 县委副书记秦海基 这个主可是真不好惹呀 秦队长 咋回这啊 是不是误会了 哎呀 肯定是误会了 这位是 马同才注意到了身旁苏燕青护制的那个女孩子 一眼望过来 那犀利的目光几乎要逼得他不得不出头露面了 此时的马同才真是毁得肠子都轻了 秦磊那人本来名声就不好 心胸狭窄 连同事队里另一位副队长秦立柱的账都不满 自己出面只怕也是一样无济于事啊 但是这要不出面吆喝一声 只怕身旁这个小姑娘就要在陆卫民面前 不知道把自己作剑成啥样了 在陆卫民面前作剑他倒没什么关系 就怕陆卫民在神子猎面前作剑自己了 那就太不划算了 我回个球 老马 甭给我在这儿打圆场 今晚谁他们来都不行 这不知道是哪个裤腰带上没记紧露出来的王八蛋 敢在太岁头上动脱 我今天就让你明白 马王爷有几只眼 看了一眼站出来的马同才 秦磊显然也没有想到 这个和自己三叔挺熟的家伙 这时候也在这里 他也估摸着 眼前这个年轻人应该是哪个机关干部啊 不过这时候血迹上涌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大帮子人站在这里看笑话 尤其是那个同立柱这根杂碎 如果自己就这样演习旗鼓了 只怕明天就得在局里穿得沸沸扬扬 他秦磊有吃憋的时候 那还了得 狂野粗俗的话语 让喝了不少酒的陆卫民 火气重新燃起 尤其是在这大厅广众之下 如此羞辱自己 即便是两室为人 陆卫民也真有点按捺不住 想要教训对方一下 看见陆卫民脸色铁青 拳头捏得嘎巴嘎巴响 马同才县里也是不住的叹气啊 悄悄小声道 哎呀 小陆主任哪 这是行径队的秦队长 啊 县为秦书记的宅儿 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喝高了 秦海基的侄子 陆卫民一愣着 难怪这般嚣张啊 这难谈 大概在他的心目中 就是他的地盘啊 可以任凭他为所欲为了 陆卫民不想和秦海基 有啥矛盾冲突 秦海基也肯定对自己没啥好感 沈子烈这么突然上位 恐怕难谈这些个地头蛇们 心里面都很是腻味 秦海基只怕更甚 尤其是现在曹刚已经对自己 若有若无的看法时 陆卫民更希望自己能够安安稳稳一段时间 让沈子烈的地位在南谈更加稳固一些 可这并不代表自己就可以放任这一切发生 不惹事 但是绝不怕事 前世陆卫民就是这么一个脾性 来到这一世 如果连这点脾性都没有了 那还真是网活了这一遭了 尤其是像这种事情 已经涉及到单位上的同事 对方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陆卫民更是无法退缩 还没等陆卫民琢磨过来 对方已经猛扑过来 双手自上而下 显然是想要抓住自己的头 而另外两个身穿警服的男子 也同样是一左一右包夹上来 想要抓住陆卫民的胳膊 住手 给我住手 现在 你听见没有 怎么会热啊 一个粗重的声音从后面响起 都他妈的给我住手 当这个声音响起时 扑上来的那三个人终于停住了脚步 陆卫民松了一口气 看着一个挨撞的身影击步而来 跟在后面的是徐兵和另外一个刀条脸男子 陆卫民大概知道 是这两个人看到事情有可能越闹越大 赶紧去搬了救兵 怎么回事 起来 喝了两口麻尿 你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矮粗男子脸上露出一丝怒意 给老子滚回去 牛卷 我 秦雷显然对这个急步而来的男子 还是有些惧异的 背着一下 酒意也醒了不少 牛卷 这小子欺人太甚 我实在 够了 回去醒醒酒 有啥事明天再说 不耐烦的挥了挥手 哀撞男子 凌厉的目光 扫了四周一眼 那两个跟随在秦雷后面的警服男子 身子都是一缩 还不给老子滚 有些心有不甘的秦雷 引渡的目光 落在陆伟民脸上 转了两圈 意识到 今天晚上 怕是逃不到便宜了 星星的向着 脸色还有些苍白的许阳瞪了一眼 姓许的 你给我记住 这事没完 还有你 小子 不管你是谁 你给我记住 只要你还在南谈这一亩三分地上 我告诉你 你就是跑不掉 陆伟民平静的笑了一笑 难谈这一亩三分地怎么了 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独立亡国了 还是成了谁家的四人码头了 国家法律管不了了 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用得着跑 我天天在县委大院里蹦的 等着你把我怎么着 被陆伟民冷峻桀骜的一句话一顶 尤其是那一句 天天都在县委大院里 大出对方的意外呀 他显然是在琢磨 这县委大院其中的含义 目光凶狠地 在陆伟民脸上群寻良久 这才从牙缝里记出了一句话 小子 你够牛 不过你能有本事 一直这样牛下去 我姓秦的 才算是真的服了你 咱们齐驴看唱本 走着瞧 丢下这一句话之后 对方扬长而去 并没有太将后来的这个 矮装男子放在眼里 连自己的顶头上司 都不放在眼里 这个家伙还真是不一般的嚣张啊 陆伟民当然知道秦海基 而且也知道公安局长 马道明和秦海基的关系 相当不错 所以这个秦蕾 才敢不把这个牛局长 太当成一回事 哎呀 牛局长啊 哎 老马 你怎么在这啊 矮装男子 这个时候才注意到 陆伟民身旁的马同才 点了点头 哼 不好意思啊 下面人不懂事 还请多多包涵 牛局长啊 没啥事 没啥大不了的事 啊 可能就是小秦多喝了两杯 牛局啊 这是咱们县里招商银子办 和开发区酬金办的陆主任 哎 陆主任 这是咱们县公安局的牛局长 这是同队长 马同才 马同才对于县里面这些衙门的底细很清楚 牛本善是县公安局刑警队的队长 在王子荣调走之前才提了副局长 而且还兼着刑警队队长 不过牛本善和县公安局局长马道明的关系并不好 加上秦海基的关系 所以秦雷虽然是牛本善的直接下级 但是也不是很怕牛本善 不过牛本善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当了多年的刑警队长 业务精通不说 县委常委 政法书记张立本 对牛本善也是很欣赏 在牛本善提拔为副局长这件事情上 也是很折腾了一阵 最终还是在县委常委会上 成功 过关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 关道无强 作者瑞根 演播 左右 马通才注意到 牛本善和同利柱的目光都落在了陆卫民脸上 显然是对陆卫民这个人有些兴趣 心里也是暗自琢磨 看来这陆卫民还真有些不一般的 连公安局的这些人都知道这家伙的名字 不过想一想也是 这南谈 猕猴桃一下子就卖出了名声 据说安书记和林主任 据说安书记和林主任屁股下面的新作家就是来自于县里那个负责卖米猴桃的农业开发公司 二十辆一万的桑塔纳一下子就买了两辆 这对于每年都为工资奖金而发愁的县财政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 不要财政一分钱就一下子换来两台只有地位行属领导享用的桑塔纳 县份里面也只有北边的几个县的书记和县长才有的买 可是南谈就敢买 而且还没有人有话说 谁还敢小瞧这个才来几个月的大学生啊 陆卫民倒是不知道身边这些人有这么多心思 不过他对牛本善和佟立柱还是相当感激的 若是这秦磊和他手下的两个人今晚真要和自己过不去 事情闹大了 不管什么原因自己都要受到影响 现在还真不是自己可以强势的时候 可若是自己退缩了 一来有为自己做人的原则 二来反而会被周围人看清 所以在硬扛上对方时他心里也有些打鼓啊 刀条脸的佟立柱给陆卫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看得出自己那个同学徐斌对佟立柱还是很佩服的 估摸着这位佟立柱大概也是刑警队里挑大梁的角色 寒暄了好一阵之后 一干人各自告辞离开 马通财倒是把陆卫民专门叫到了一边 提醒到要陆卫民小心一些 说秦磊心胸狭窄 而且性格乖虐暴躁 在公安局里也是一个人见人烦的角色 出了这种事情 尤其是在大厅广众之下伤了他的脸 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所以绝对会找机会来报复 马通财能专门和自己说这番话 让陆卫民也很感动 也让陆卫民颇为自傲 像马通财这种官场老游子 很少能和谁推心致腹的说这种话 能说出这种话 也就意味着对自己很是看好和认可 当然亦有卖好之意 但对于财工作的陆卫民来说 也是一种很高的评价呀 许阳的女朋友樊蝉长得确实挺漂亮 没情目休 尤其是身材相当好 也在建委工作 不知怎么就被刚离婚的秦磊发现了 整天前去纠缠 非要樊蝉和他出对象 樊蝉一直不答应 再后来就和一个单位的许阳好上了 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 秦磊发疯一般的纠缠樊蝉 而且屡次三番找到许阳威胁 要求许阳和樊蝉分手 不过许阳也算是很硬气 坚决不答应 结果没想到 被一脚踢到县里的这个专项办来了 太无耻了 天下居然有这么无聊的人 这是什么时代啊 难道还是封建社会解放前不成 谈恋爱出对象是个人的自由 谁还能强迫不成吗 简直是太荒谬了 这样的人 居然还能在公安局刑警队混到副队长 简直不知道 这个公安局的局长在搞什么 气得面色煞白的苏彦青 苏兄急剧起伏 怒不可遏的道 许阳 你明天就到公安局去反应 我就不信公安局能包庇这样的害群之马 公安局不管 你就去县纪委反应 难道说南潭县就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了吗 如果这南潭县真就找不到说理的地方 我们就去黎阳找说理的地方 黎阳地区也管不了 我们就去昌州去 苏彦青大概是身体里面的母性气息被激发了出来 看着许阳脸色苍白 而他女朋友樊蝉也是眼泪连连 两人都是一般孤苦无助的模样 这极大的刺激了他体内的正义气血 燕青姐 你不知道 秦磊是县委秦书记的侦儿 他们公安局的马局长和秦书记关系不一般 这都是我们单位上有人告诉我的 徐阳是从建委里面被弄出来的 这肯定也是因为和我出对象的原因 眼泪汪汪的樊蝉 楚楚可怜的道 单位里不少人都说那秦磊不是什么好人 离婚也就是因为他原来的老婆受不了他的打 一趟子跑到广东就不回来了 才离了婚 他在公安局里的名声吵得很 哼 秦海基的侦儿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你不和他出对象 他还能王老虎抢亲不成 连杖的通红的苏彦青双手握拳 似乎找不到什么地方来发泄怒气 狠狠的在空中挥舞了一下拳头 才气横横倒 徐阳 樊蝉 你们俩就要一直在一起 我就不信那个秦磊他敢做出啥事情来 殷青姐 那秦磊在社会上有很多朋友 徐阳都挨了两次打了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徐阳 说到这里 班禅忍不尽哭了起来 徐阳去报了案 可是派出所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来 只说是没有线索 要不就是说 徐阳在外面得罪了人 要徐阳拿出证据来 这种事情能有什么证据啊 公安局就是蛇鼠一窝 请内喊人去打人 他们能查出来吗 苏彦青义愤填膺 这种事情他也是第一次遇见 原来自己也曾经听说过这一类的事情 但是一直以为那都是一些添油加醋之后的东西 没想到今天却是亲眼所见 而且就发生在自己同事身上 这简直让他觉得无法想象啊 燕青啊 也不能这么说 秦磊不是个东西 也只能代表他自己啊 毕竟是极少数 至于说派出所查不出来 这很有可能啊 像秦磊本来就是干这一行的 真要在社会上找人来打徐阳的话 肯定是选一些平常不怎么露面的 徐阳又没有在社会上混过 又没有防备 挨了打 昏头脑胀的 加上紧张 只怕根本就记不清打人者的相貌特征啊 据保案 你也只能说是 怀疑是秦磊指使人来打他 有没有其他证据 肯定不好查呀 陆伟民心平气和的道 当然 也不排除派出所里那些人和秦磊通气 故意包庇也有可能 陆伟民的分析 让一直没有慷升的许阳心服口服 他挨了两次答 虽说是晚上 但是也有路灯啊 不过轰乱之间 虽然面对面 但是到了派出所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对方的相貌特征 派出所接警的民警让他回忆 他也只是一片茫然 完全想不起来 他提出了怀疑对象 对方让他拿出证据 不能光靠怀疑 他也是无可奈何呀 那你的意思就是听凭秦磊这样 胡作非为 胡家虎威咯 苏燕青言语里面已经有些讥讽的味道了 我可没那么说啊 不过燕青 你也要想一想 许阳还要在政府机关里工作 秦海基是县委副书记 摆在面前的难题很现实 你不在乎 并不代表其他人都能和你一样啊 谁愿意为了自己和关系不大的事情 去得罪县委副书记啊 像秦磊这种人 如果他真要耍音的手段 你还真就不好办啊 你去反应吧 他说他是在追求反缠 也说不上啥 上边顶多也就认为 这是一起情感纠纷 至于指使人打许阳的事情 没有证据 不会被认可的 现在许阳啊 你要么就早点和樊蝉 确定关系结婚 结了婚 如果秦磊再来纠缠 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向有关部门反应了 要么你们俩都调出难谈 魏敏 你这出的是啥馊主意呀 能这么容易掉出去 还用你说呀 苏眼晴毫不客气的反驳 结婚 就算是许阳和樊蝉结了婚 那性情的就能安分手挤了吗 这纯粹就是自我安慰 弄不好 那性情的还会得寸进取呢 这种人 你根本就不能对他有半点软弱 就要态度坚决的和他斗 斗 陆卫民提脚皆非 这个怎么苏燕青变得这样激进冲动了 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一般 燕青啊 你怎么了 许阳他们怎么和对方斗啊 就算是要斗 那也要讲求斗的方式啊 秦磊不就是仗着他的叔父是县委副书记吗 我想秦海基既然能够做到县委副书记 自然就不会和秦磊是一个类型的角色呀 否则这官员的素质也就太差了 秦海基要知道秦磊是这样做 只怕也一样不会答应 至少在表面上他会制止的 否则他就会背负不良名声啊 作为县委副书记 他心里面会把得失衡量得很清楚 可不要小看这些人算计的本事啊 苏燕青听陆卫民这么一说 心思微动 而许阳和樊缠望向陆卫民的目光 也多了几分期盼 显然是把陆卫民当成了靠山 哼 你们别用这样的目光看我啊 我也只是有这么一个思路 秦海基混到县委副书记 只怕也不容易 他年龄也不算太大 还有上升空间 只要让他意识到 如果放任他这个侄儿在外面败坏秦家 尤其是他的名誉会对他仕途有影响 他自然也就会考虑该怎么做了 当然 这得找一个法子 或者一个管道来做这一点 对付这些人啊 必须要动脑子 找到他们的软肋 陆卫民知道 自己不把话说得稍微明朗一些 这许阳和樊缠今天晚上是别想睡安枕了 等到许阳和樊缠离开之后 苏彦卿脸色才缓和了下来 陆卫民送苏彦回宿舍 县农业局里有几间单身宿舍 苏彦卿就住在这里 单身宿舍住的人不多 尤其是农业局这边大多都是本地人 好在这宿舍就紧挨着农业局的办公楼 倒不算是偏僻 也挺安全 苏彦卿走到门口 玩弄支钥匙 却没有邀请陆卫民 紧无一座的意思 陆卫民略一思索便反应过来 这单身宿舍只有一间 大半都是有一些女孩子的私密物件 尤其是内衣啊内裤这一类东西 洗完了就晾在屋里 这外人进去就不太方便了 正准备说再见离开就打算离开时 苏彦卿却扭过头来 进去坐一会儿啊 哦算了就在这门口站一站吧 陆卫民笑了笑摇着头 今晚月色这么好 正好以门而立 举头望明月低头四顾香嘛 哈哈 苏彦卿心中一松 陆卫民送自己到门口 现在时间也不算晚 不邀请对方进去坐一坐 似乎不太礼貌 但是寝室就一个单间 中间用一道门帘隔了起来 里面的床上倒是看不见 可是自己洗的内衣就晾在外面的绳索上 实在是有心难为情 所以也就这么礼节上的邀请了一下 还好对方拒绝了 要不然自己一进门 就得赶紧去把晾在绳子上的乳杖和内裤收起来 不过陆卫民这一拒绝 苏彦卿倒有少许的失落和凶怒 自己邀请一个男孩子进入自己的乡规 居然被拒绝了 不管是啥原因吧 都难以让人释怀 哪怕自己内心并不希望对方真的接受邀请 卫民啊 今天你这样站出来 就不怕心海鸡对你有看法吗 苏彦卿玩弄着手中的钥匙链 瞥了对方一眼 人家可是已经放出话来了 让你好看呢 怎么 彦卿 你觉得我不该站出来啊 还是觉得我站出来不理智啊 陆卫民笑着反问 我要是真不站出来 只怕我在你眼里就变成另一种人了吧 哼 你若是那样的人呢 也只能说我眼睛瞎了 看错了人 苏彦卿话一出口 才觉得这话有些语病 似乎就有点像是情侣间的打情骂俏的味道 脸上也是一热 呵呵 行了 行了 幸好我态度坚决地站出来了 要不我在苏大小姐的心目中就要一落千丈咯 陆卫民笑了起来 我想秦书记大概对自己这个侄儿的表现也不太清楚 只不过在有一些人一心骄纵的情况下 才会变成如此的 所以也没啥大不了的 秦书记的心胸还不至于狭窄到如此境地吧 我希望是如此 哼 我看未必 马通才我看也是犹豫了好半天才跑出来打圆场的 肯定是不想得罪那个姓秦的 倒是公安局那两个 我觉得倒是有些骨气 要说秦书记对他这个侄儿的表现一点都不清楚 谁会相信呢 许阳为什么会被突然安排到这个专项办公室来呢 不要用什么领导重视的话来解释 俗远青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陆卫民上下打量了俗远青一眼 俗远青啊 你这口吻我怎么觉得倒像是地位行属领导在评价这件事情似的 总觉得有点不一样的味道呢 俗远青心里一惊 故作震惊地俯弄了一下自己额迹的发思 哼 我只是站在公正的角度上来评论这件事情 像姓秦的这种败类在公安局里面竟然也能被提拔起来 你说这难谈社会治安怎么好得了呢 老百姓对公安的印象怎么可能改观呢 难怪人家都说刑警队出门就喝醉 治安队老鼠和猫一窝睡 交警队拦车就受贿 陆卫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哈哈哈哈 燕青啊 你是从哪听到这顺口溜达 你别管从哪听来的 这说的是事实啊 还有啥身穿老虎皮 到处吃货皮 头戴大眼帽 吃了原告吃被告 难道你就没有听说过吗 俗远青目光中多了几分说不出的抑郁 好了不说了 司法部门的问题 大家有目共睹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下边都是如此 上边呢 归根结底还是用人体制和监督机制的问题 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陆卫民心中一灵了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苏远青言语中涉及到这方面 苏远青被发配到南潭农业局里来 本来就是有些说不出的蹊跷 人大的高材生 尤其是八九年毕业的 从现实表现来看 他也一点不像是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这里面本来就有很多微妙的东西 只不过这么久 自己和他共事 倒没有听他说到其他 今天倒是第一次 似乎是注意到了陆卫民有些探究的目光 苏远青也不在乎 这家伙的嗅觉超乎寻常的灵敏 肯定是察觉到了一些什么 远青啊 我还是那句话啊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正在从人治社会逐渐走向法治社会 你不能要求这种转变一促而就 无论是人民的思想观念 还是社会习俗 都还没有做好这种陡然转轨的准备 当然 这也不是建议推托和拖延转轨推进的借口 至于你说的政治体制问题 我觉得有些道理 但是怎么样来改革 这是一个大问题 找出问题来很简单 但是要落实到解决问题 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而自我修正改革 尤其是要破除人们的思维定势 本来就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 关道无强 作者瑞根 演播 左右 陆伟民的话没有让苏彦卿满意 在他看来 陆伟民尤其擅长这种混交概念的提法 每一次自己提到一些尖锐的问题上 这个家伙就能以中国国情来辩解 但是他也不是那种一味的推诿 总是能找到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理由来 像秦磊这种外类 竟然也能够大模大样的在公安局里担任中层干部 用这种人难道没有问题吗 这样素质的干部提拔起来 这中间难道就没有猫腻吗 而且用这样的干部执法 你怎么能让老百姓满意呢 苏彦卿轻轻地催了一口 我看到这样的人 居然也可以肆无忌惮地耀武扬威 就为这里的组织部门和纪委部门感到羞愧 对于这样的干部 现在的现象 他们居然会熟视无睹 如果许阳和樊娟真的出了问题 这件事情你需要负责 彦卿啊 你不要这样偏激 只有他这种人存在 才能显示出我们这类干部素质的优异啊 陆卫民半开玩笑地道 我不是说了吗 没啥大不了 土狗一条又不是没有办法收拾他 而且还要让他有苦说不出 相信我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力量能解决这个问题 除非侵海基真的不求上进了 秦海基这段时间心情很不好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和曹刚那点心照不宣的动作竟然没有起到半点作用 却成为了有些人眼中的闹剧 想到这里 秦海基就觉得这一次自己有些失策了 尤其是被安德剑小叙了一回 这更让秦海基心里窝火呀 看来自己还是小瞧了临顺路的影响力 这条老狗一坐上那辆桑塔纳 简直美的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斤轻重了 总是屁颠屁颠的不辞辛劳下乡镇四处吆喝 替神子猎摇起呐喊 这也使得自己和曹刚前期不懂声色所做的工作效果几乎完全被抵消 毕竟 沈子猎要选县长是地位定性的基调 下面的代表 就算是对沈子猎再不感冒 对沈子猎再不了解 那惯性思维也会让他们下意识的给沈子猎投票 尤其是临顺路这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 和乡镇人大主席团的那些人打招呼 其结果不问可知了 以前可从来没见过这条老狗有这样的积极性了 南潭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隆肿召开 沈子猎高票获得当选了南潭县人民政府县长 原本秦海基打算让沈子猎得票不会太高 尤其是弃权票能够多一些 却没有想到沈子猎几乎是以权票赞同当选 仅有十几票弃权 这让秦海基大失所望 对他的威信也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这事秦海基心里还没有缓过起来呢 地委组织部长江部长又打来电话 提醒他注意自己的亲属表现 有人向黎阳地区纪委和组织部反映了自己在公安局工作的职儿与社会上闲散人员来往过密 欺男霸女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大害 严重危害了南潭社会治安 而且明确的指出自己有意纵容职儿 而且还向公安局党委施加压力 使其表现极其差距的职儿被提拔成为公安队刑警队副队长 要求地区纪委和组织部就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这一剂闷棍敲得秦海基不清了 江部长在电话里面有些不高兴 要秦海基不要因为这一次地委决定由沈子烈担任县长一事有什么情绪 要以更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并暗示明年丰州地区成立之前应该还会有一些微调 要自己撑下心来 秦海基不清楚秦雷又有啥事惹得天怒人怨了 但是自己的这个职儿的确不是一个省事的主啊 这几年里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 自己对秦雷的表现也有所耳闻 只不过他一直认为秦雷应该还是有分寸的 没想到这种时候了 自然有人捅到地委去了 这会是谁呢 秦海基当然不会认为是针对秦雷 这分明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江部长在电话里隐含的意思也很明确 就是有人冲着明年可能的人事调整来的 这让秦海基又惊又露 他自己小心翼翼的问了问究竟是谁翻应到地委去的 能不能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江部长在电话里很不耐烦 只是说高英诚获得了一些情况 而且另外也有举报信寄到了地区纪委 这让秦海基有些困惑呀 他和高英诚从无瓜葛 应该说关系还不错 而高英诚把这个情况是定给了江定国通缉 这也就说明高英诚并无其他意思 只不过高英诚这个人他也没有深交 也不好去细问 究竟是谁在这其中作祟 他却要好好思量 县里面和自己有些不目的人 要说言由 但要说针对自己日后健身 构成竞争的却没啥人 沈子烈有可能 可目前的情况来说 似乎沈子烈已经没有必要了 那是曹刚 秦海基心中打了个秃秃 如果说沈子烈和曹刚缴在了一起 那可就有些问题了 安德剑若是明年真走了 沈子烈如果接安德剑的班 那就必然要在县里找出一个能够撑得起的角色 除了自己也就只有曹刚能上得了台面了 难道说之前曹刚都是在作秀 做给自己看的 秦海基细细琢磨了一番 觉得曹刚的可能性虽然很小 但是也并非没有 他也知道曹刚在上面也是有相当关系 万一这个姓曹的 觉得只有他有资格在这南谈作证呢 如果把自己身上泼一身分水 那也真不好说呀 还得提防一些才是 想到这里秦海基没来由的一阵烦躁 朱斑不顺都聚在了一起 看来自己也真要好好检点一下了 尤其是秦磊这个该死的小兔崽子 真是让人不省心的 别让他真给自己弄出一些难以收拾的事情来 影响到自己的大事 那可真叫冤了 在沈子烈当选县长之后的第一次县政府办公会上 沈子烈正式提出了 新的一年里 南谈县要着力改变工业空白县这一局面 全力推进招商引资 打造南谈工业开发区 正式推动工业强限的战略 县政府第一会议势力烟雾缭绕 会议已经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但是才刚刚进入关键问题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都看了 县府办给大家准备的 今年招商引资工作目标规划 和工业开发区建设发展规划刚要了吧 大家都谈谈看法和意见吧 沈子烈目光悠长 环视了一眼四周 这是毛荣同志带着一帮年轻人 几个月来的心血 而且也开始结出了硕果 林锦基食品有限公司 已经正式签约落户在我们南谈 这是我们黎阳地区第一个投资规模 超过了三百万的外资企业呀 其规模也远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计 地区新属长专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啊 勉励我们县要借交借造 再借再利 争取今年再创佳绩 所以我一直在考虑 我们县里要有必要先行一步 就招商银子和工业开发区的建设 下大力度有大动作 几位副县长的目光都有些飘忽不定 沈子烈高票当选县长 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冲击 实际上林顺路出面为沈子烈摇旗纳喊时 这些副县长们就已经清楚 沈子烈在县长这个位置上算是坐稳了 用一辆桑塔纳就满足了县人大那帮家伙的心态和胃口 自然也要获得回报 但是沈子烈以为这样自己就可以在县政府办公会上为所欲为 那他就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了 至少坐在沈子烈旁边的曹康不这样认为 会议室里只剩下翻阅文件的细碎声音 偶尔有哪位不小心将茶杯盖子放到茶杯上 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 惹来大家的关注 目光不小心碰到了一起 然后立刻分开来 重新回到文件上 仿佛那份文件里充满了无穷的奥秘和悬疑 让人不忍视觉 陆伟民在角落的阴暗里 捧着笔记本 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眼前这一幕 毛荣坐在他前面 正埋头奋笔记书 不知道在写什么 原本像这样的县政府办公会 他这个傻也不是的角色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即便是负责记录的也是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 而毛荣则是以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兼开发区筹备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名义来参加的 至于他之所以能坐在这里 那也是因为这项工作的前期启动和推进都是由他负责 毛荣也相当利索地向沈子烈表示 最好让陆伟民也来参加 如果需要对这两项工作有更详略的了解时 陆伟民也可以随时解释 更何况他也是副主任 沈子烈同意了陆伟民以列席的身份参加会议 陆伟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种场合前世自己也曾经经历过 表面上风情云淡 下面实则暗流涌动 体制内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团结一心 同舟共济这一说 那种平分秋色携手共进的场面也只能存在于小说中 一个不能占据主导位置的一把手 那必然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 而从最初名义上的一把手 如何做到实至名归的一把手 那也就是磨练和考教一个领导干部能力的过程 沈子烈现在还只能说是名义上已经成为了南谈县政府里的一把手 但是他还要接受来自县政府影响力根深蒂固的常务副县长曹刚银俊的挑战 以及来自县委那边错综复杂的关系牵绊 如何处理好与县委那边的关系 迎接挑战并将其战胜 这也是沈子烈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主要的工作 沈子烈注意到 所有人的目光似乎深深的陷在了为他们准备的资料中 他当然知道 这些家伙才不会在这个时候 饶有兴趣的阅读领会这份材料呢 只不过想要借助这种方式来回避隐隐而起的漩涡 曹刚微微仰起头看着窗外 似乎窗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景色 比起会议室里的事情更让他感兴趣 他不像其他人那样 还要给沈子烈一个脸面 装模作样的阅读一番 曹刚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沈子烈在琢磨着究竟应该从哪里开头 曹刚还是吕玉川呢 毫无疑问 点到吕玉川的头上 吕玉川应该会给自己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 但是这可能会让吕玉川心里面觉得不愉快 这相当于把他推到了和曹刚正面交锋的境地 甚至会让他觉得自己是故意让他去打头炮 可是从曹刚开始呢 只怕立即就会演变成一场争执 这是沈子烈不愿意看到的 至于其他人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他们怕是很乐意看到这一幕 曹县长啊 你在分管招商引资工业开发区建设 也和招商引资息息相关 这两项工作也是今年怎么难谈的重头戏 谈谈你的看法吧 斟酌再三 沈子烈最终还是把目光落在了曹刚脸上 陆伟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沈子烈还是嫩了一点啊 选择曹刚作为第一个发言者 只怕会给他带来很尴尬的结果 以曹刚今日的位置和素来的脾气 他不会放弃任何可以彰显 他与沈子烈对抗角色和地位的机会 当然他选择的方式也会很巧妙 像今天这种机会 就是一种光明正大的凸显 既然沈县长点到我头上来了 那我就说说吧 曹刚随手拿起摆在自己面前的文件资料 在手中有些轻慢地颠了颠分量 构想规划很美好 不过能不能落到实处 我觉得还有待于斟酌呀 这都在其次啊 关键是在于这个招商引资和工业开发区的方向性 我觉得恐怕有待于商榷呀 沈子烈心中微微一紧 不过表面上却是淡然自若 既然已经揭开了盖子 那再要退缩恐怕就不可能了 这样也好 大家当面罗对面鼓地把事情挑开来倒也干脆 且看着曹刚究竟葫芦里卖的是啥药 哦 方向性 老曹啊 有点意思啊 沈子烈已经揣摩到对方的一些方向了 但是此时 他却只能盯着对方的目光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说说 我看大家伙对你的观点也都很感兴趣呢 一家之剑 仅供大家参考 曹刚没有理睬沈子烈 静之说道 应该说呀 这个工业开发区建设紧扣招商引资的思路 啊 算得上是目标清晰 观点明确 分析的也相当有道理 我们难谈嘛 历来都是农业线 工业基础薄弱 但是工业兴现 工业强线 这一提法现在甚嚣尘上 我个人认为 这也有一定的道理 没有工业 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无法加快 我们的剩余劳动力无法消化 但是我仔细阅读了这个规划 要筹建这个工业开发区域 主要是以食品工业主导产业来建设 不知道我理解错了没有啊 筹建的工业开发区一级工程 的确是要围绕我们南谈现有资源 以开发食品加工产业为主导产业 利用南谈独有的优势资源 来发展加工行业的产业链 这也是我们目前唯一的选择呀 神子猎一时间还看不出这个家伙 葫芦里卖的是啥药 只能见招拆招 哎呀 这个分析计划中也分析了我们国内的食品产业状况 主要是以外资港资台资企业以及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他已经意识到对方把方向引到这个方向来的意图了 但是他目前没有办法辩驳 事实上曹刚也没有给他机会解释 好